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读的本科 毕业之后一直在从事律师的相关工作 我的主要业务领域是投融资并购 以及A股的资本市场相关业务 那我目前从事律师业务的工作时间 已经接近20年了 下面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现在就开始介绍 大家首先看一下 那么就今天的主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是一个企业的股权及治理结构 以一个企业的出设为例 最初设立的时候 股东需要确定 第一我们组建的这个企业 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形式 比如说我是用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 还是一个合伙企业 那么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企业规模 它会有不同的选择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各个参与设立公司的 或者是企业的股东之间 怎么去设置我们的股权比例 以及我们这个组成的股东会议 它的一个意识机制 这是我们通常来说 谈到股权及治理结构 会考虑的第二个方面 比如说我们谁来当 这个公司的大股东 谁的出资比例是多少 那在公司法上 历史上曾经就是 是非认缴的这个组织资本制 那我们可能股东之间去考察 怎么出资 我是用现金 是用这个资产 我个人到底拥有多少的财产 能拿出来放到公司里面 这是我们以前经常考量的这个事项 但是后来呢 这个公司法去进行了一些修改 那这个修改的过程呢 就是最终导致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公司法 采用了一个认缴的 这个资本制度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股东的这个股权比例的 这个设置和分配 就会更加的复杂 因为在你不需要 实际出资的情况下 那我可能认缴个1000万 500万 即使是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 我也能 我也能去 设置一个比例 这是现在的这个公司法下 其实对于这个股 股东的这个股权比例去分配 怎么去分配 是更加复杂化了 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 第二个方面 涉及到这个股东的这个股权分配 和公司的这个股东会议的意识机制 那第三个方面呢 就说创始人 通常现在都是一些个人 那么他这个个人自己的这个个人职位 怎么去分配 比如说 谁来去当董事 谁来去当监事 那么我们公司除了董事监事之外 我还有高级的这种行政管理的这种职员 那这些高管成员 各种欧门 什么CEO CEO CTO 那各自又由谁来去担任 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三个方面吧 构成了整个企业的这个公司治理结构 我们整个的设置也是按照这三个方面来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到的呢 是企业常见的这个组织形式 第一种呢 是有限公司 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 就是最常见到的 很多公司都是用这个有限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 那第二种呢 是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呢 我们更常看到的呢 是在你上市公司里边 或者是以上市公司里边 他会去采用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组织形式 那第三类呢 是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呢 我们这也是一个算是近些年的新概念吧 最早以前呢 这个合伙企业是没有设置有限合伙 这种组织形式的 那么后来设置了这个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 现在最常采用呢 是我们日常看见的这种基金 基金行业呢 非常多的去采用了这个有限合伙的这个组织形式 那因为今天我们主要介绍普通的这个创业企业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集中介绍的点呢 还是在介绍说有限公司 或者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他会比较常采用的这个模式 以及他为什么会去选择不同的这个组织形式 我们可以对这个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比较 比如说有限公司 他的这个股东数量和股份公司就是不同的 那有限公司最多呢 是不能超过50个人 而非上市的股份公司呢 则是可以到这个200人 那在董事会的这个层面 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董事会的人数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限公司呢 他的董事会的这个人数呢 最多是13个人 而股份公司呢 最多是19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的规模也不太一样 那另外一个不同呢 就是股份公司的这个股东 我们也可以叫他初始设立的这个股东 叫发起人 这个发起人和股份公司的董事兼是高管 这样的一些职位的人员呢 他是有更多的这种股权转让的限制 所以呢 通常来说 我们去选择企业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组织形式的时候呢 我们会考量说 我这个企业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 我会设立的时候有需要多少个股东会进来 然后我的董事会的这些规模有多大 而通常来说 如果不是公司规模特别大 或者是马上要进入这个上市的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确实是市场上90%以上的这个公司呢 他都是采用了这个有限公司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公司的这个组织形式 组织机构 中国公司法下呢 其实组织机构呢 分为三大类 一个是呢 股东会或者是股东大会 在股份公司层面呢 他就是一个股东大会 第二个呢 就是董事会 如果是公司规模比较小 没有设立董事会的话呢 他是这个执行董事 那第三类呢 就是这个监事会 如果公司规模比较小呢 也可以设置一到两名监事 而不设置监事会 那么这三个机构呢 其实共同组成了一个公司法下 一家公司的这个组织机构 这样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 类似三权分立的这个结构 股东会算是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 有权决定公司的最重大的这些事项 而且呢 这个股东会能决定哪些事项 我们待会也会介绍 就是它其实有很多内容是法定的 而董事会呢 它则是更偏向于一些具体事项的这种执行 和为股东会去提供一些 事项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监事会呢 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股东会的这个职权 同时也是股东大会的这个职权 公司法下规定 它实际上是有法定的 差不多是十项职权吧 那分别是第一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第二选举和更换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 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第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第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第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案 第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和弥补亏损的方案 第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做出决议 第八对发行公司债券做出决议 第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 或者是变更公司形式做出决议 第十呢就是修改公司章程 那么这十项职权呢是公司法规定的 那么你在写这个公司章程的时候 对于股东会有什么样的职权 你可以增加 但是呢这十项是必须要有的 也是必须要放在股东会层面的 这是首先我们要讲的法定职权 那第二个类别呢 就是股东会的这个约定职权 约定职权公司法下是允许股东之间 去自由约定的 但是呢你必须要把它写到这个章程里边 通常我们会设置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约定职权呢 常见的比如说公司会安排一定金额以上的这种关联交易 我可能需要上股东会去审议 还有一定金额以上的这个中大合同的这种签署 或者是有些公司会要求说 如果公司要去发起或者是去和解一定金额以上的诉讼仲裁 那你也需要去上股东会 这是比较常见的会放到股东会这个去审议的一些事项 那关于这个股东会或者是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首先是关于这个表决权 不同的企业的形式呢 这个表决权会稍微有所区别啊 因为毕竟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 他的这个出资额的这个模式不太一样 那有限公司呢 公司法的规定就是你是按照这个出资比例进行表决 但是呢允许张成进行一个例外的规定 这是公司法给开的一个口子 比如说某个股东的出资比例 他可能是20% 但是呢他可以在张成里面约定说 他拥有一个40%甚至50%的这个表决权 这就是一个就是张成另有约定的这个例子啊 那股份公司呢 他不一样呢 是说他是所有的这个注决资本 他其实都划分成了一份一份的这个股份 比如说你说你有一千万的这个注决资本 那实际上你划分成股份的话 你就有一千股 那每一个股份呢 实际上是对应了一个表决权 这是股份公司的这个表决权的这个安排 以上呢 这是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这个表决权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但是在这个表决权的规则里边呢 我们可能要特殊去介绍几种表决权的这个安排 是跟普通的这种表决安排是不是太一样的 那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呢 这个是针对股份公司呢 一个特殊的这个制度 他这个制度讲的呢 就是说针对股份公司的累积投票制 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是监事的时候 每一个股份都应该拥有与一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这个表决权 同时这个股东他拥有的这个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那光看这个法条的文字哈 可能有点抽象 我们可以举个小例子 比如说某个公司他需要去选五名董事 而有个小股东呢他手里只持有一千股股份 那原本的这一千股股份按照份额来讲 他可能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去决定 或者是影响某一名董事的这个选举 但是如果是按照这个累积投票制的这个制度下呢 他可以把这一千股去乘以他要选举的总的董事人数 也就是五 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小股东 他可以拿到一个五千票的这个投票资格 那这五千票呢他可以考虑都投给一个 他比较想选举的这个董事 那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个票数就集中在那名董事的这个身上 而大股东呢虽然说大股东的这个股票 他也可以去乘以五 但是因为大股东他需要去维持这个董事会的 更多的这个席位是他能够控制的 所以他的投票呢一定会去分散 比如说他可能至少需要选四个人出来 那这个他的这个投票权一旦分散了不同的人之后呢 他其实他这个大股东的投票权的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呢 实际上是给了中小股东一个选举出自己的这个董事代表的机会 第二类呢就是这个特殊的是委托表决权 也就是说虽然可能我自己的这个持股比例和我的这个表决权是一定的 但是呢我们几个股东股东之间呢 他可能有一些约定 那说我就不参与表决了 我把我的这个表决权委托给你 然后将来呢你就拿着我的这个委托书 然后去参加所有的这个股东会会议 然后你做的这个表决我都是认可的 这是一种委托表决权的安排 那另外第三个比较特殊的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上市制度下面 在注册制度下 科创版创业版 他有一个特殊表决权的安排 这个我们后面会更加详细的这个介绍 这里先稍微的提一下 这前面呢是我们介绍的 就是不同的组织形式下公司的这个表决权的一个安排 那表决权安排之后呢 我们会介绍的一个主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表决的这个机制 表决的机制方面呢 从法定的角度哈 这个有限公司呢 他有一些法定的要求 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股东会的会议事项呢 你们可以自由约定说怎么去表决 但是呢 我有我有几项法定的要求 比如说公司会的 公司股东会的会议 做出修改公司章程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这个决议 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是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 这几个事项呢 是必须要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这是一个特殊的这个表决机制 那对于股份公司而言呢 其实也比较类似 但是因为股份公司呢 刚才也介绍了 其实他是按照一股一股的去分他的这个股权的 同时呢 股份公司的这个人数也比较多 所以股份公司的表决机制法定的哈 就是跟有限公司呢 也有一定的这个差异 比如说股份公司的这个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 他就是说你做出的决议 必须是经过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办数通过 同时呢 这个股东大会做出修改公司章程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 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 必须经过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那这里呢 跟有限公司其实最明显的不同 是说他不是按照全体股东的这个表决权来进行计算 而他考量的是一个出席会议的股东 那这个呢 也跟就是股份公司本身的一些特性有关 刚才也讲了 就是股份公司整个规模比较大 股东人数比较多 尤其是呢 股份公司最后有一些股份公司 他会成为一个上市公司 你不太可能要求说 上市公司的这么几百上千的这个股东 绝大部分都能每次来出席你的会议 所以呢 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决议 按照全体股东的这个表决权来进行计算 所以对于股份公司 大家要记住 就是他是按照这个出席会议股东 相应的这个表决权来计算 所有的这个表决机制的 那下一个课题呢 就是创业企业的这个股权比例安排 我们刚才是讨论的一些 就是股东会的 包括股东之间的一些基本的这种制度 那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在有公司法 对于组织机构表决权安排的 一些法定的限制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创业企业 他到底应该怎么去安排 自己的各个股东的这个股权 才是最有利于这个公司的这种运营 然后股东去做出决策的 那比如说 尤其是在这个有多个创始人的情况下 怎么去安排一个公司的这个股权 会更为合适 这个当然是没有一个说固定的这个答案 但我们能看到 尤其是在中国 实践中各个公司的这个股权的这个模式呢 很多样化 有的股东呢 可能是完全平均的 那比如说我有三个人 可能差不多就是一人33%左右 那也有的股东呢 可能是一股度大的 有一个股东就直接占了70% 剩下的两个人分30% 这个呢 是取决于很多的因素 但是我们呢 在不同的案例当中 会看到就是说 如果是在多个创始人的这个情况下 如果有一位创始股东 他的股权比例相对的多一些 而且呢 如果说这个股东呢 在整个公司的这个运营过程中呢 能发挥更多的这种主导作用 这样子的模式下 就是这种股权比例的安排 会是更常见一些 除了这个普通的 这个股权比例分配之外 我们其实要特别提示的呢 就是我们尽量呢 在股权比例的设置上 不要去安排一种 容易形成表决僵局的股权比例 比如说我安排一个人持50% 另外有两个人分这25% 然后各自25% 那这种比例分配 如果三个股东出现了彼此的意见不合 或者是说那两个25%的 可能关系更好 他们联合起来 那他就会形成50对50的这个局面 这样子的话 很多需要去公司做决定的事项 比如说你可能有增减资啊 然后改变企业的组织形式 变更一些主营业务的规划呀什么的 这些事项可能都是要放到股东会去审核的 而这些事项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达成一个一致意见的话 实际上是会严重影响公司的这个决策效率 和公司的这个正常的经营 所以我们的建议呢 是尽量不要安排这样子的股权比例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日常的这个案例里边 去看到很多公司说 就是两方的话 他可能会是一方51一方49 这也是基于这个考量哈 尽量不要去安排一个僵局的这个股权比例 除了这个股权比例的安排呢 很多公司呢 他也会去考虑说 我现在出社的时候 我可能有三四个这个创始的人 或者创始的伙伴 那可能公司经营到一定阶段 有一些人他的这个发展情况 包括他为公司做的贡献 他可能起到的一些作用 对于我们当初新社的时候的这个想法 他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异的 而且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呢 也会出现说不同的股东呢 因为公司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 努力的这个程度啊什么的 都会有一些这个分歧 所以呢 有些股东可能会在公司运营一段时间内 自己提出这个离开的要求 那有一些公司呢 可能也会出现说 有几个股东认为 其实另外一个股东 并不适合继续在这个公司待下去 或者是说管理这个公司 那这样呢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股东呢 在某个阶段可能会有退出的情况 那么退出的时候 这个股东怎么去退 他退的机制是怎么样 退出的时候 谁能去买他的股权 那这个买的这个价格 需不需要一个就是确定的这个机制 这些东西呢 都会在就是他真实离开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产生争议的 这个这个例子也非常的多 所以呢 为了避免这些就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争议 有一些企业呢 也会在公司就是设立比较早期的时候 去设置一些这个特殊的这种安排 比如说去规划某一个股东 他如果是说涉及到主动离开 或者是被动离开 他的这个谁能够买他的股权 然后我们的机制是设置成说 是届时这个融资价格打一个折扣 还是还是用什么原始价格进行一个回购 就这些安排呢 就是如果是说能够提前考虑的话 可能对于公司未来的这种经营的稳定性 会更加有利 除了这个股权结构 公司股东权利和股东会 这些比较大的这个股东事务层面的制度以外 那么我们还有两个需要去介绍的内容 一个呢 是关于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另外一个呢 则是关于代持 我们先说一下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那这个保护呢 可能会有两个层面的 一个是基于公司法本身法定的一个保护 那另外一个呢 是股东可能在自己的这个章程 或者是另外签署的股东协议里面 去做了一些特殊的约定 然后以此来保护中小股东的这个权益 那我们首先说一下 就是公司法下的这个保护 我们能看到哈 公司法下的保护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一个制度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累积投票制 它通过让小股东能够去诚意 你要选举的董事或者监视的这个 个数的这个倍数 那么能扩大那个小股东的这个投票的这个数额 这是一个对中小股东的一个保护制度 那第二个保护制度呢 就是所谓的就是关联担保的一个决议制度 也就是说公司法很明确的规定了 如果说公司要为自己的股东 或者公司的这个实际控制人来提供一个担保 那他必须要经过公司的股东会 或者是股东大会的决议 而且相关涉及到这个担保的这个股东 或者是实控人 他们是需要去回避表决的 这是第二个公司法下的这个保护 那第三个呢 是这个异议股东的这个回购请求权 我们这里呢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 它主要是指的说 公司如果连续五年都盈利 但是呢连续不分红 或者是说公司想要合并分立 转移公司的主要财产 或者是营业期限已经届满了 或者已经满足了那个解散条件 但是呢 股东会非要修改章程 让公司继续营业 然后他没有办法通过清算的安排 然后分取公司的这个剩余财产 那么如果发生这几类的这种事项 在相关的决议过程当中 投反对票的股东 是有权要求公司回购他持有的股权的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异议股东的 回购请求权的这个制度 同样也是保护这个中小股东的 那除了这些法定的保护呢 我们还有就是约定保护 约定保护比较常见的呢 就是这种保护性条款的这个设置 这个最常见其实是在现在的这个VCPE的 这种投融资项目里边经常会约定 比如说投资方通常会是一个中小的这个股东 他会要求说我拥有一些特定事项的这种否决权 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如果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的股东会不能通过 你的那个董事会相关的这个成员也不能表决通过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就是中小股东可能他会要求 这个出席股东会的这个最低人数 那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呢 可能对于出席人数有一些基础的这个要求 但是有限公司其实对这块没有明确的要求 但是呢如果是说小股东也没有去参会 大股东就通过了一些决议的话 这个其实是不太有利于这个保护小股东的 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中小股东会要求说 股东会议里边我至少应该要有多少比例的 这个表决权的人数 表决权的比例或者是人数去出席 或者说至少应该要包括我的出席 你这件事才能够用股东会去审核 这是一个关于最低出席人数方面的这个约定 是一个常见的保护 那第三类呢就是通常中小股东 包括这些投资人 他会要求一些特殊的这个优先权 比如说特殊的这个优先购买权 优先优先清算权 共同出售权这些安排 然后能够通过合同的一个约定 去保护中小股东的一些利益 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股权代持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股权事项 但是呢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可能知道也经常听说 就股权代持的这个安排呢 在实践中确实是非常广泛的这个存在 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股权代持 股权代持这个事呢 就是我们在实践中也经常听见 也可能听到周围有的人说 他的股权是找谁代持的 这个确实是实践中广泛存在 但是呢我们仍然需要去弄清楚 股权代持的风险和我们现有的 这个法律体制下能够给股权代持 去提供的法律保护 首先说一下风险 通常来说我们提到代持会想到的风险 更多的是针对这个被代持人 因为这个代持人呢是名义上的这个股东 如果是说这个代持人毁约了 说这个我工商登记是我的这个股东 那么这个股权是我的 我把它拿去卖了 或者去设置了其他的这个限制 那么这个对于被代持人来说 它肯定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同时呢这中间还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事件 比如说代持人自己有一些 大额的到期未清偿的这个债务 然后债权人找上门来了 他可能就不知道你背后有这样的代持关系 那么这个股权就被当做代持人的这个财产 执行了 这是一种情况 那另外一种情况可能代持人还会发生 他去世或者是离婚 然后有人要分走他的这个财产 如果这些事项呢 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约定的话 都可能给被代持人带来风险 这是我们常见的 我们知道就是说被代持人可能会拥有的一些风险 那作为代持人而言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风险的 代持人他作为一个原始的股东 甚至可能会被列为这个创业股东之一 那么他可能需要在各项投资协议里边 去签署一系列的这个保证和承诺的事项 承担一些责任 那由于这些签字人本身就是代持人自己去签的 所以将来这个投资人去追究这个任何原始股东的这个责任的时候 他通常还是会找到你这个名义上的这个股东 那么你这个名义上的股东可能需要去先承担了 一些作为股东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之后 再去找你的真实的权力方那个被代持人去做一些追场 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其实代持人他也是有一些风险的 那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创业企业我们做几年之后呢 可能包括尤其是投资人进来之后 他都会对我们提要求说 可能你需要在五年或者四年之内去完成上市这个工作 否则的话呢 我可能有权要求这个原始股东或者是公司 把我投资人的股权进行回购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上市会成为一个必要的这个要求 而在这个如果是你公司是在G内的A股市场 想要上市的话 我们的发行上市条件里面 通常都会要求股权是清晰的 而如果是说你存在着这样子的代持关系 则会导致整个公司难以符合股权清晰的这个条件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通常在上市之前 我们会对各种各样的这个代持关系 进行一个清理和还原 那这是关于代持的一些风险 对于代持这种法律关系的这个保护呢 我觉得也是分了一些阶段吧 在早期的时候 其实司法的解释没有这么明确 各个法院判决呢 对于代持的这个有效性的认定呢 它也比较混乱 那近年来呢 随着各种法规的这个颁布 我们对于代持的保护呢 相对来说是明确一些 但这个东西呢也不意味着说你搞了代持就完全没有风险了 法律就一定会保护你 那这个我们来介绍一下 比如说这个最高法关于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这里边就明确了说代持合同的效力 如果发生了争议 只要不是说法定无效的情形 法院原则上是应该支持代持合同有效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对于代持这个投资产生的这个收益 如果是说当年这个被代持的这一方确实是出资了 能够有证据证明 那原则上呢 法院还是要支持的 这是他的收益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关于这个写名的问题 就是说把自己作为真实的这个股东 登记在公司的股东名册啊 或者是做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变更登记 如果是说被代持人有这方面的要求 那原则上呢 是需要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的这个同意 这是这个关于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里面明确描述的 那同时关于这个就是如果想要写明这件事呢 这个点在全国法院民商市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九名纪要里面 则是更加明确了说 如果说实际的这个出资人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被代持方 他能够提供证据证明 过半数的其他股东都知道了他实际出资的事实 而且对于他行使自己股东权利的一些行为 并没有提出过意义的 那么对于实际出资人提出的这个 登基层公司股东的这个要求 通常法院会给予这个支持 这是关于这个公司法的这个规则 和这个九名纪要的规则 对代持的一个保护性的这个约定 但是呢除了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我们的民意股东还可能去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他可能把登基在他的这个名下的这种股权 去做一些转让质押 或者是做一些这种处分 那么呢针对这种情况呢 现在这个规则的要求呢 是说的如果说实际出资人 用这个对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 请求这样子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 法院呢是可以按照无权处分的规则进行处理的 那么无权处分本身又是一个什么规则呢 那大的原则就是说我们会去保护 善意义的第三人 保护一个合理价格的这种交易 同时还要保护 如果已经完成登记了这一类的交易 都是我们要去保护的 所以呢就是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是民意股东把自己的这个股权转让了 大概率只要对方是善意的 然后交易也是合理的 那么大概率这个被带持人想要去确权的 这个要求是很难被支持的 他可能只能去找这个民意股东 去做一些这个追偿的行为 所以前面呢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就是带持的风险和带持 目前为止 可能获得的一些法律保护 那么通常呢我们从律师的角度 我们会给客户的一些建议是 第一呢我们尽量少使用这个带持的这个安排 毕竟他是有风险的对不对 那第二呢如果说你确实是避不开了 你一定要安排这个带持 或者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去安排这个带持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被带持人而言呢 我们是会建议他 尽量去以书面协议的方式进行一个约定 同时呢最好能提前对带持人的死亡啊 离婚啊这种意外事件需要去做一些这个提前的安排 同时呢对于这个被带持人而言 如果他未来有这个显明的需求啊 当然就是有一些带持人 他可能就是只想分享这个经济权益 他就说我我获得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可能要求会低一点 保护也会更好一些 但是有一个有的这个被带持人就会说啊 我只是短时间的让这个人去带持啊 后面某个条件完成了或者我我这边方便了之后呢 我可能希望去写名成为真正的公司这个登记的这个股东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你就是一方面呢你可能要要要预计一下 比如说你提出来写名之后 公司的各个股东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将来能不能有过半数的这个股东去同意你这件事 那如果是说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保险吧 那你尽量是要在这个带持的这个期间呢 去保证说过半数以上的股东是执行你被带持的这件事的 并且呢留下一些你曾经实际行使过股东权利 这样子的一些证据 否则的话可能最终你的这个写名的要求是不一定会被支持的 这是关于带持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都是关于股东啊股东会的这些情况 那刚才介绍了其实公司是一个三权分立的这种格局 我们第二个需要介绍的呢就是这个重要的机构董事会 董事会本身呢它的组成是由这个股东选举股东会选举董事来组成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各个股东其实对于董事的这个人选 它其实享有的是这个提名权并不是说我某个股东我想让A来当董事 他就我就我就真的能够直接委派他 在公司法下哈这个股东享有的还是一个提名权 最终的这个决定还是要有股东会召开股东会议 然后来决议去选举出来相应的一些董事 这个点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 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关于董事会的这个人数 其实这个刚才我们介绍了 还有些公司和股份公司会有不同的这个人数的这个要求 同样的在董事会层面也跟刚才的股东会一样 我们有一个就是重点要注意的是 我们尽量不要去设置这个偶数的席位 比如说设置四个六个八个这样的董事会 因为这样子的董事会它在表决的时候呢 是容易形成这样子的一个表决僵局的这个局面的 其次我们要关注的呢 就是投资人董事的这个数量 投资人董事的这个数量呢 我们这里稍微详细的这个说一下哈 因为就是我们的创业企业呢 可能最早期的时候呢 自己可能甚至就只有一个执行董事 然后当来了一个投资人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说 我弄一个三个人的董事会 然后里边放一个投资人董事 然后结果公司又进行了两轮融资 又来了一些新的这个投资人 甚至一次性就来好几个的 那这些投资人可能他都会想要说 我要一个董事会的这个席位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些这个取舍 不是说每一个参与投资的投资人 你都都要给他这个董事会席位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哈 就是这个公司融资到相对后面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投资人董事的这个席位可能通常只给领头的这个投资人 对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到中后期的时候呢 前面可能在公司比较早期的时候 可能给一些持股比例并不是那么多的投资人去发了这个董事会的席位 那后面你可能这个人数说不定就不够了 对吧 就是你后面的投资方有可能会有十几二十方 那你每个要给一个你肯定人数就不够 而且就是早期的这个投资人呢 随着这个不停的被新来投资人的投资所稀释 他可能最早的时候拿到了公司十几的这个股权 在被若干罗而稀释之后 他可能只剩下1%或者2%都有可能 那这个时候这个1%2%的人仍然保留着这个董事会的席位 可能对于后面投入的一些那个投资人来说 就不是那么的公平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就会要去跟老的董事去谈 去去除一些这个老董事 比如说持股比例比较低的这个投资人的这个董事会席位 然后把这个规则呢变更成说 比如你至少应该要在公司持有5%以上的这个股权 甚至8%以上的股权 你才能够享有这样子的这个董事会席位 这是一个关于投资人董事的这个数量的一个安排 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的 下面呢是关于这个董事会的职权 跟股东会一样 它也分为这个法定职权和约定职权 法定职权里边呢也是有10项 我这就不一一念了 但是就是这10项里边其实有很多呢 就是跟这个股东会的这个事项是相关的 比如说股东会会最终通过一个公司的这个年度财务预算 或者是结算的这个方案 但是呢董事会呢也要先过一下 他先过是干什么呢 他是用于这个制定这个具体的方案和 具体的这个预算方案和结算方案 所以呢就是董事会我们可以看到 他很多的这个事项实际上是在帮股东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或者是呢去执行股东会做出来的一些决议 这是关于这个法定的事项 那约定的事项呢就是约定的职权呢 同样也有一个基础的要求 就是你必须要规定在公司的这个章程里面 而不能说我随便在别的地方写一个董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审核权限 他就是一个有效的 所以呢我们会要也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会要求说 如果说投资人或者公司关于这个董事会的这个职权方面 有任何的跟法定不一样的增加或者是修改 那你就一定要放到章程里面去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董事会的表决机制 董事会的这个表决机制呢 就是可能跟股东会就不太一样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股东会呢主要是看这个股份的数量 或者是说这个表决权的这个比例 而董事会的表决呢是按照人头来算的 他实行的呢是一人一票的这个表决制度 同时呢这个 他的这个表决机制呢 可能也比这个股东会的一些机制呢 更为灵活一些 比如说在公司法的这个层面 对于有限公司 他的要求就是说你可以在章程里面自行约定 你怎么去表决 怎么去召开这个董事会的会议 要提前多少天通知 这一系列的事项都是可以在章程中自由约定的 而对于股份公司而言呢 会稍微的严苛一点 就是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呢 他明确了是必须要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才可以举行 同时呢董事会去做出决议 也必须要经过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当然这个条款啊 虽然有限公司没有那么明确的去说 但是我们会看到在市场上 实践中我们在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去登记的这个公司章程里面 其实基本上也都是按照这个最底线来去设置的 就是尤其是这个表决的这一块的安排 至少你也得过半数 我们几乎是没有看到说 哪个董事会说你六个人 然后有两人通过这个事就能做出决议的 这个这个几乎是没有见过的 所以就是半数基本上还是绝大多数的 这个企业选择的一个保底的这个数量吧 嗯 呃 那刚才介绍了公司内部组织机构里面的 这个股东会 董事会 那剩下的第三个这个 三角形的第三个角就是我们的监事会 呃 监事会呢呃 其实监事本身呢跟董事一样 它是由这个股东会选举产生的 啊 那那法律规定呢 监事会的职权呢 主要是对公司的这个经营管理呢 进行一个监督 比如说高管啊 不要去做一些就是呃 违反公司大多数人利益 然后影响公司经营的一些事项 呃 但是呢 说实话啊 实践实践当中这个监事和监事会的权利 并没有他法律写的 好像或者说我们希望他有的那么那么大 呃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实践当中就是大家都不会特别去在乎 这个监事的人选到底是谁 可能大家会为董事会的这个席位有多少啊 然后谁能有这样子的席位有多少个这样子的席位去打架 但是呢 比较少听到说啊 哪个公司说我我想派派一个人监事 然后我们还打架了 呃 所以这也侧面反应吧 就是监事会整个呢 其实在公司的这个经营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 呃 多数情况下 我们选出来的这个监事呢 他也是公司的一些员工啊 常见的呢 会放一个就是中层的管理人员去当监事啊 那这样子的他本身就是员工的他也很难去在公司的这个日常经营中真的是起到了什么监督的作用 然后说好像我这个还还看看总经理或者那个副总经理去做事归不归犯啊什么的这样子的 所以呢实践当中就是日常经营它能发挥的监督作用其实真的是有限的 但是也不是说监事会的这个权力就一无是处啊 呃 他其实更多的体现在一些特殊的事项发生的时候 比如说公司的股东出现了严重的矛盾 然后大大股东我就拒绝召开股东会决定一些事项 而小股东呢又希望说我们必须要开这样的一个董事会 股东会 那还有比如说公司可能会面临一些破产啊 清算这样子的局面的时候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监事会的有一些权力呢 是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监事会本身 它是能够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 所以呢就是当大股东拒绝召开的时候 那你的这个监事你或者监事会 你是可以重新去临时召开这个股东会 然后把大家拘到一起对公司的某个事项去做出一个决定的啊 不会是永远就是存续的那个僵局的这个局面 除了就是刚才介绍的公司的这个三会以外呢 公司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吧 就是它的这个高级管理人员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法下的规定 它其实范围挺窄的 它就是指的这个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然后呢上市公司的话还包括它的这个董事会秘书 那这些人员呢 这是首先法定的就是这这四类的人员 是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那如果公司自己想要扩展自己高级管理人员的这个范围呢 那这个现在公司法就是规定的 你必须在公司章程里边去明确说 除了这个法定的四类人以外 你还想设置谁为你的这个高级管理人员 如果没有在公司章程里边规定 只是公司内部做了一个普通的这个任命 你可能是COO啊CTO啊什么的 那是你你没有登记成公司的这个经理副经理 或者财务负责人这样的角色 也没有在公司章程里边明确约定的话 其实他这样子的这些欧们 并不一定都是公司的这个法定的高级管理人员 那么法定的高级管理人员 又有什么这个意义 意义在哪呢 那么公司法对于高级管理人员 其实是更多的是约束吧 就是他其实限制了一些高级管理人员 不能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不能这个去损害公司的这种利益啊 然后包括比如说股份公司的 这个高级管理人员 他的这个股份的这个转让 如果他有持股的话 他的股份转让是有限制的 他每年只能转让百分之多少转出去 那不是说可以任意转让的 所以呢就是对于高级管理人员而言呢 我们理解其实他的这个义务吧 更多一些啊 这是关于这个高级管理人员 那里边呢可能这几个高级管理人员呢 最重要的呢又是这个公司经理的这个角色 就是我们可能通常会会叫总经理经理 或者有些公司是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CEO 然后是登记成就是总经理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啊那他其实都差不多是同一个人吧 啊对于经理呢通常来说公司也会在这个 呃公公司章程里边去设置说这个经理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职权 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能够审议公司什么规模以上的一些合同啊什么的 所以呢对于公司的经理而言 其实呃也算是公司行政执行方面的这种一把手啊 啊他其实在制度上会有更多的约束 而且也需要对他进行一个权利的这个明确 否则的话比如说经理能做什么事 董事会能决定什么事 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划分的话 可能对于公司的这个经营管理本身来说 也不是特别有利的 嗯 呃除了公司的这个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呢 呃我们还有一个在公司内部特别重要的人物和概念 呃他就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呃法定代表人呢在呃更早的这个公司法下呢 是只能由董事长啊或者是执行董事来担任的 那后来公司法序做了一个修改 也补充了经理这样的一个职位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公司章程里面明确 到底是由董事长还是执行董事 或者是这个经理来担任你这个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啊 但是这个必须要在章程里面明确 不能是说其他地方放一个 然后我就我就我就认可了 必须要章程里明确同时也在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做相应的一些登记 呃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 对公司来说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那么最大的一点就是他对外是代表这个公司的 这个法定代表人他去签署的合同 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约定 或者是说第三方明显恶意的这些情况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认可说一个法定代表人去签署的合同 是对外产生直接的这种法定法律效力的 呃同样的呃你的权力很大 那你的这个义务和责任也很高 如果是说公司出了什么事 或者是甚至发生了一些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 那么他的这个第一责任人同样也是这个法定代表人 呃包括我们可能现在经常听到说呃某个某个名人啊 知名企业的什么人然后被限制高效费 那我们为什么会发生他个人被限制的这种情况呢 其实通常就是说一个企业的这个法定代表人 因为企业可能有一些这种债务方面的这种纠纷啊什么的 那就导致最后个人受到限制的就是这个法定代表人 所以呢就是法定代表人的这个权力很高 但是他的责任也同样的呃重 所以呢现在很多公司呢在去设说呃 尤其是他有很多这个呃集团和子公司这样的概念下 下面可能有些企业下面二三十个这个子公司 那你这些子公司其实并不是说我上层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股东 或者是总经理呀或者董事长 真的一一都能顾得过来 然后都能知道他就是的这个在干什么事 有没有问题啊什么的 那如果是说你你这个一个集团公司下面二三十个子公司 所有的子公司都把集团的法定代表人 同样也设置为这个这些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当然一方面来说我可能这个 因为通常来说是董事长或者是经理嘛 可能这就是最大的那个股东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设置呢 好处当然是说我最大的股东 对我下面的所有的企业呢 就是就想要绝对的这种控制权 然后包括签署合同啊各方面的都是我我我能够控制的 呃这是好处 但是可能不好的地方呢就像刚才说的 那每个企业他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情况 和经营的经营的这个事物 不见得这个最大的股东都能够知习 都能够了解都能够管理 那一旦有一个小公司 你可能地方上的一个小子公司出一点什么问题 那这个法定代表人就会被约束 可能会被要求承担一定的这种责任 那对于这种大集团公司的老大们来说呢 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市面上 呃有很多这种大集团的这个就是大股东或者是实控人 他会放弃在一些呃地方的这种子公司去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这个角色 当然这个放弃呢呃一方面是给他自己减少一些风险哈 那另外一方面从公司的角度呢 那你你你就务必要选择其他的人来去当这个角色 那你选择的这个其他的人可能就得非常的谨慎 因为他毕竟对外代表了公司 你得是选择一个就是对公司相对就是比较中心 然后不容易发生变更的这样的一个人 呃这是关于整个呃公司治理前面讲的各种机构各种人员 那呃不管有什么样的机构和人员最终我们是需要一套就是法律文件去规范的 就是这些机构怎么运作这些这些人员怎么安排 然后怎么选出来怎么任任命 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需要最终我们形成一个法律文件去完善整个公司的这个治理 啊那我们通常呢会遇到的这个法律文件呃包括公司章程 这个是最主要的啊 啊因为也是就是法定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登记的一个法定文件啊 除了公司章程以外呢呃我们会经常看到的就是股东协议了啊 这个当然如果是说单纯的就是创业企业可能有两三个股东一起创业的这种 他可能就没有形成这样子的一个股东协议 然后章程呢也是按照啊工商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了一个范本 然后你就写写成那样了啊 但是一旦是有投资人进入了之后绝大多数的投资人都还是会要求一个股东协议 来去明确各个股东之间他们就是权利义务的一些安排好 包括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投资方这边这块 他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优先权啊否决权啊这些安排 他都希望在这个股东协议里边去把它给明确的约定出来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创业协议的时候 会经常看到一个内部的关于公司治理的这个法律文件 那除了这两项呢啊公司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管理制度 比如说财务的管理制度 然后合同签署这方面的这种管理制度 呃然后这个人事方面的管理制度 这一系的一系列的这种管理制度整个构成了一个公司完整的这个治理体系 那在这三类文件里边呢可能我们着重要讲一下就是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的这个关系 那这两者呢其实呃严格来说都是在规范和约束就是股东之间的这种权利义务 那他又有什么不同呢呃公司章程呢呃严格来说他的这个效力哈 就是尤其是这个对外部的这个效力来讲 他还是最高的呃因为毕竟公司章程呢 他是在这个对外登记的然后通过这个法定的一些手段呃 外部的第三人是有可能查询到这个公司章程的具体内容的 而股东协议呢只是各个股东内部私下比较比较隐秘的 就是内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协议所以呢通常来说 如果说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出现了一些冲突的情况的话 可能在对外的这种效力上呃我们会更去看说公司章程到底是怎么约的 那结合着这个问题呢也会呃就很多人都会问到说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股东协议到底要怎么约呢 因为其实投资人进来我都得签这个股东协议 我怎么才能保证说我签的这个股东协议是有有用的啊 啊那这这个我们实践当中就是会嗯建议的一些做法哈 首先一个是说如果能写进公司章程的这些就是权利义务的这些内容 我们尽量放到公司章程里去写啊 当然这个公司章程因为毕竟要去登记嘛 那你当登记的时候可能政府官员他会有一些意见 他会觉得有些内容不适合放进来 或者他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内容 那你你可能就有一部分放不进去 那你放不进去的这一部分就是作为补充 那你至少也应该要在股东协议里边去做一个体现 因为股东协议虽然可能对外的这个对抗效力要低一些 但是毕竟在股东之间如果有任何一方有违约啊 或者是不遵守规则的这种情况 那你至少是在股东股东之间他是能够发生一个法律效力 然后你希望去追究他责任也能够去追究的 这是关于就是多余的这个补充的这个部分 那第三个建议呢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让就是章程里和股东协议里同时都约定过的这个内容出现矛盾 因为刚才已经讲了在对外的这个效率上公司章程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如果是说有一个事情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股东会或者是董事会的某一件决议事项 如果你在公司章程里边就说三分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就OK 但是呢又在股东会协议股东的协议里边去明确的说啊 需要包括ABCD的这个决定才能通过 那这样的东西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是矛盾的 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东西你你就很难拿私底下的这个股东协议的这种约定 去对抗外部的这个善意第三人了啊 这是我们对于公司治理相关这个法律文件的一些建议 同时要给大家再介绍两个比较重要的物品吧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指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印章 另外呢是指的这个银行的这个U-key 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和重视呢 第一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印章 印章呢尤其是在这个中国公司法下 其实对公司是有着很特殊的这个意义的 我们在传统里我们都会说我们认章不认人 对吧一份合同如果是说 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 但是盖了个章我们有可能是OK的 大家也都会比较认可 所以这个章本身很重要 那这个章里面又细分很多类了 比如说你有公章 有这个合同章 有财务章 那所有的章里面肯定是就是公章更重要 然后其次就是财务和合同的这个章 这是关于这个公司的这个公章 为什么它重要呢 我们就是刚才讲到了 说你在公司签一个合同 你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要看 我是不是有公司扣了这个账 那这也是就 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实践当中 能看到一些企业 在股东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所谓的就是抢夺公章的这个行为 这也显示出说公章在我们整个企业的 这个经营管理当中的一些重要性吧 那给我们的启示呢 包括我们平时在做项目的时候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那种控制权变更 或者是全面收购类的这种项目 那在这种项目里边 尤其是作为收购方 我们就会特别关注说你这个公章 公司印章和U-Key的这个交付时间点 我们肯定不能设置成说 我好像所有的钱都付了 但是这些非常对公司非常重要的这种印章 或者是U-Key我还没有拿到手 这是我们在整个公司治理中 还需要去特别关注的两件物品吧 前面呢我们就是给大家整体的去梳理了一下 公司的这个股权设置方式 股权比例 然后整个公司的这个治理结构 包括股东会 董事会 然后监事会 这种三权分立 然后同时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高级管理人员 负责一些行政事务的具体执行 这是构成了公司整个的治理结构 下面呢基于这个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小案例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小案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最终的一个判决情况和现在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这个案例我可以稍微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这个里面其实虽然描述的情况很多 但是它其实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说 这个一方为另一方的一个债务去提供了连带担保 而这份涉及到这个担保的文件上面呢 这个提供担保的这一方 只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 而没有公司的内部的 不管是董事会也好 或者是股东会也好 做出的这种决议批准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担保协议本身 是不是发生效力 然后是不是 法定代表人超越自己的权限 去对外签署的这个担保协议就无效 这是一个这个案例的 一个基础的这个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 这个最终的这个法院判决 我们简要的这个梳理一下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案件最终的这个判决情况 那因为这个判 这个案件的判决时间呢 相对比较早 最新的关于就是月权担保 这些法规还没有出台 那当时的判决呢 是最终认定这个担保是有效的 那法院的观点呢 就是有以下的这几个 首先一个法定代表人 他的对外签字是能代表公司的 第二个公司内部的决策程序瑕疵 是不能够去对抗外部的善意第三人 第三个公司法并没有强制规定 违反规则去对外担保 就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第四个 这个交易已经进行了 如果是说认定担保无效 其实是不利于维持整个交易的稳定和安全 那第五个 不能仅仅凭张承在工商局有备案 就认定这个第三人是恶意的 这是当时的一个判决的这个要点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就是现在有了一些新的规则以后 这个对于月权代表签署担保合同 这件事是不是有了一些新的结论 这里边对于月权代表签署担保合同呢 主要的规则来自于两个规则 除了民法典的一些基础规定以外的话 主要来自于第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的九名纪要 第二个是民法典的这个担保制度解释 那九名纪要呢是怎么规定的呢 首先一个呢 这种就是反正代表人在没经过授权的情况下 擅自提供担保的 它是构成一个月权代表 所以呢 它其实是需要去区分它是否善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最新的一些制度下 对于这个月权代表签署担保合同 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规则 我们这里列出来的主要是九名纪要和民法典担保制度的解释 当然民法典本身它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只是这两个规则 针对这个月权代表签署担保合同而言更有针对性一些 首先看这个九名纪要 九名纪要很明确的说了 就是这个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 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月权代表 那么法院呢 应该根据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去判断 说这个债权人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去认定这个合同的有效性 同时呢 这个担保呢 可能又要区分一下 比如说如果是非关联担保 也就是说不是给股东啊 董监高啊 这些人员提供的这个担保 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他在签署担保合同的时候对于决议去进行了审查 然后表面证据是OK的 那么你就应该认定他是善意 同时呢就是这个审查的要求呢是限于这种形式性的审查 只要进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就可以 而不是说我非得去判断说这是不是一个本人的签字 这是九明基要关于这个月权代表这一块的一个规则 那么明法典的担保制度解释呢 也明确说了 如果是法律代表人违反公司法 对于这个对外担保的决议程序 去月权代表公司签署了担保合同的话 人民法院呢 应当依照明法典的61和504条来去处理 同样他也是区分这个相对人的善意还是恶意 那一旦是说确定是善意的 担保合同呢就对公司发生效力 而这个相对人请求承担这个担保责任的法院 一般应该予以支持 而一旦是恶意的这个担保合同就不发生效力 那至于什么叫做善意 这里也给了一个解释 就是说相对人在定立担保合同的时候不知道 且不应当知道法律代表人月权了 相对人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对公司的决议进行了合理的审查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那么回到这个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案例 因为那个案例的一个基础呢 就是说当时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决议类的这个文件的 所以呢那么当时的这个案例放到现在的这个制度下来看的话 那就有可能发生不一样的这个判决了 当然就是法院的判决可能还要去看更多的这个就是证据方面的东西 但是呢的确是就是关于月权代表这个这个这个事项而言的话 就是新的规则也带来了一些就是新的改变吧 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种就是公司治理的一些整体的这种制度啊 偏公司法方面的一些规定以外 我们这里呢也特别的给就是创业企业的本身啊 包括创始人去提示两个大的问题吧 一个是这个创业企业很多都会引入风险投资 那引入风险投资之后 公司治理结构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说创始人对于控制权的这个持续掌控 他怎么去维持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平时做项目的过程当中啊 作为就是公司这一方来说 创始人他会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 那首先是说这个引入风险投资后 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变化 那第一 最显著的变化当然是这个股权结构的改变 因为投资人进来了之后呢 当然投资人他可能有两种方式啊 一种我可能是买老虎 那就造成原原始股东 就是各个之间这个股权比例发生一些变化 那另外一种呢 我就是增资 而且其实增资是更常见的 这个投资者进入的一个方式嘛 因为他他是希望说 我给你的钱都投到公司去 然后用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而不是希望说好像老股东就在这个机会当中套现了 所以呢就是这个引入风险投资之后呢 首要的就是股权结构的变化 而多数的就是股东 老股东的这个股权呢 会被新的这个投资人投进来的这个股权所稀释 这是股权结构本身的这个变化 那第二个呢 就是董事会组成的这个变化 其实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因为投资人进来 他多数都会要求这个董事会席位 尤其是比如说后期的这种领头类的这个投资人 那么他必然是会要求这样子的席位的 那投资人总是一旦增加 那公司的董事会的组成 第一你的人数就会发生变化 第二呢为了维持你的这个大股东 原来对公司的这个董事会的这种控制力 比如说你可能原来是三个董事 然后呢现在投资人加一个进来就变成四个了 那你本来刚才我们也说了 说四个董事其实不利于表决 那你可能就会变成说啊 我最终是五个吧 但是投资人其中又只占了一个 那我可能原来是本来公司可能有三个董事 或者两个董事 我还得再增加就是一个大股东 这边提名的董事 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带来一个数量 和内部的这种结构本身的这个改变 这是投资人进来之后可能会发生的 那第三个呢 其实就是关于投资人的这个 特别表决权的一些约定 就是其实也是跟这个股东会 和董事会的这个组成相关了 那当你构成了一个股东会 或者董事会之后 其中就有有这个投资人的一席 席位 他们会要求一些特殊的这种表决权的安排 比如说公司的某某某某某 是十几项重大的这种事项 那他表决的时候 必须都经过这个投资人 股东的全体的同意 这件事才能做 我想要直接的否决权 那到后期中后期的这个阶段呢 就投资人可能特别多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不是说 所有的投资人都想要这个否决权 他可能就约定成说 我全体投资人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或者是说某一轮股东的什么过半数的这种同意 然后每一轮的股东都要 就是在过半数同意的基础上 你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决议 就是他的约定方法可能有很多种 但是他一定会去约束你公司去做一些事情 但这个投资人的这些约束呢 我们也是有一个就是沟通和谈判的这个过程的 通常来说对于财务投资人 我们会认可说 他对于就是比如说公司的这种组织结构啊 然后资本向下的一些事项 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那么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否决权 比如说我们公司增减资 然后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然后或者是这个 有合并或者分立的这种安排 像类似这种事项呢 就是投资人去要这样的否决权呢 也比较正常 通常公司呢也会给 但是呢有些投资人呢 他会对于公司的一些日常经营事项也提出要求 比如说他可能会要求说 你超过两百万以上的某一类的这种合同的签署 就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 或者是你出售某一类的这个资产达到多少万元 我需要经过我的这个同意 类似的这种安排呢 你就要去细节的去划分和考量了 有一些东西 尤其是关于这个签署合同的一些约定 是不是会约束和限制你公司正常的这种日常经营 就是你引入投资人是好事给公司提供了资金 但是呢投资人的某一些可能不是太合理的这种要求 又限制了公司的这种发展 所以呢这个东西是要做一个这个综合性的衡量和谈判的 最终是谈成一个说双方都认可 说投资人也觉得他的权利得到了一定的保护 然后呢公司这边创始股东也觉得说 我没有被过多的干预日常的这种经营 然后达到一个平衡 这是关于投资方表决权的一个特殊约定 那第四类呢就是投资方进入以后 就会跟你谈这个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一个安排 因为通常来说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这个 这个设置的话 有可能是会影响到投资人的这个持股比例的 比如说在他进来之前 你就已经把这部分预留的这个员工期权比例就划出来了 那就相当于这个比例是由老股东集体来去承担的 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个计划是在投资人进来之后 才去设置才去挪出来的话 那尤其是以增资的这种方式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会去稀释到投资人的这个 在公司的这个持股 那对于他来说他的利益是有一定的这个损失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会看到投资人通常 尤其是比如说像A路啊什么的这种投资人 他通常都会要求说在我进来之前 你应该把公司的这个员工激励计划的 尤其是比例吧 给留出来 至于你的这个计划本身的这个具体的内容 他可能会要求说 我必须要经过董事会的这个批准 然后包括我的同意你才能去做 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要求 但是无论如何呢 就是即使是你原来没有想这一块的事情 当投资人进入之后 他会推着你去想这一块的一些安排和事项 而这个其实跟整个公司的这个治理结构呢 跟你的这个股权比例的这种安排和划分 也是有比较密切的这个关系的 这是关于这个引入风头以后 我们会看到的一些变化 也要注意的一些点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创始人 对控制权的这个持续掌控问题 这个点呢 其实就是整个创业企业 就是发展中 他可能难以去避免的问题 因为最初的时候 可能大股东他持有的股权都会比较高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他们两三个人 然后他可能是超过51的 但是呢 随着企业的这个发展运营 一轮一轮的融资 除非你就是不引入的融资 或者引入非常少的融资 否则的话 现在市场上常见的这些新经济企业 可能都是四轮五轮以上的融资 这样多轮融资之后呢 这个创始人的这个持股比例 可能就会下降很多 有些呢 就还不如某个投资人的这个持股比例高了 这都是可能经常会发生的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财务的投资人 他又不管公司的这个经营 就创始人其实还需要去掌控整个公司的这个经营的情况 那么他就需要一些制度和保护 去维持他在经营方面的这种主导的权力和控制力 这里边呢 会有很多的这个方法 也挺复杂的 所以这个课题呢 我们今天可能只是非常浅显的去介绍一下 那对于创业企业来说 他可能核心的会分境内境外的这个模式不同 因为你的公司体制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境外模式呢肯定不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重点了 因为我们还是主要考量的就是 我们在境内的公司法下能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安排 境外的我就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会常听到的所谓的AB股的这个模式 AB股的模式呢 其实就是把这个股权或者股份吧 去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别 可能创始人会拿到有一类是什么B类股 然后这个B类股的这个投票权呢 是乘以了一个倍数的 比如说我本来只有一股的时候 我就乘以10我就变成10股了 然后我在做一些这种重要事项的这种表决的时候 我就是按照10股来去计算我的这个投票权 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乘以倍数的这种模式呢 能够实现说创始股东虽然只持有少量的这个股权 但是对于整个公司重大事项的这种决策 包括一些就是董事会席位的安排啊什么的 都是能够去做出决定 然后能够控制这一块的这个事项的 这是境外的这个常见的模式 因为这个AB股的模式呢 在境外也是有一些法法律法条 它是能够去支持实施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 那回到境内呢 境内呢公司法其实会相对来说 这个规则会少一些 也没有很明确的说 你允许你去做这个AB股模式的这个安排 我们会看到常见的这个安排 首先一个当这里 我们在PPT里面没有特别写到 就是对于普通的这个有限公司而言 你是有一个机会去做这样的调整的 刚才我们也讲过 就是有限公司呢 它允许说你的这个就是表决权的这个比例 并不一定是跟你的这个出资比例是完全一致的 你是可以在章程里面约定特殊的这种 表决权比例的这个安排的 当然这是一个法律 就赋予你的权利 在实践当中呢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真的 就是采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进行约定的有限公司 相对来说数量比较少一些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还是说我们各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执行的时候呢 它可能更偏向于说 你用一种常规的这种公司章程的约定方式 它会比较快 然后比较省力的给你批准出来 但是如果你一旦这个模式比较特别的话 可能就需要经过层层层的这种审核 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所以呢就是这个这种安排呢 在实践当中采用的还是相对来说少一点 就借用这个有限公司的这种法定的 你可以去约表决权比例和这个持股比例不同 那其他的方法呢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那一种常见的就是我会去签署一个一致行动协议 比如说我原来可能有三四个创始人 虽然就是我们的股东都集体被稀释了 但是如果我能把这三个创始 其他的三个创始人拉到一起 说我们形成一个集团 我们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在有任何需要表决的时候 我们都维持一个一致行动的这个状态 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可以把我们 可能每个人有手里边有十几啊 什么这样子的比例去柔和起来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扩大我们一个整体的力量 通过这种方式呢 能够去持续维持一个控制权 这是一种模式 那第二种模式呢 其实刚才在前面也讲到过 就是我可以做一个委托投票权的安排 就比如说我虽然就是各自持有投票权 但是我相当于就把我这部分的这个投票权 让度出来委托给你去行驶 那这样的话就是某一个创始人 他也能够集合一些小小的股东 就是集合起来的这个股票投票权 然后去参与公司的这个运营 然后表决 这是第二类 那第三类呢 就是随着这个科创版 创业版这种注册制的这个退出 我们允许一种就是特殊表决权的安排 在公司的这个治理层面上是可能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同股不动权 但是这个呢 是非常受限的 比如说你能去上这个科创版和创业版的这个企业 它本身就是行业啊 然后这些就受到了一定的这个限制 然后包括规模 你肯定是其他的财务指标都符合上市条件了 你才有可能去申请 对吧 那那我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安排呢 那是给了你一个空间 但是其实呢 能适用的企业本身不是一个广泛性的说 所有的市场上的企业都能够用到 还是集中在小范围内 并且呢 这个特殊表决权的这个实施哈 它的模式其实就类似于AB股了 它就给某一类的这个股权去设置了一个成倍数的表决权 那它的实施呢 其实也受到很多事项的这种约束 比如说你实行这种特殊表决权 可能公司的一些财务的指标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那比如说这个 你实施了这个特殊表决权的话 那么相应的一些股东 它未来的这个股权转让限制的时间可能就会更长 对 就是它有一些这种就是实施上的这种限制吧 所以呢 就是这个虽然 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也有了所谓的AB股模式 但是它的适用范围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于今天整个创业企业的股权和公司治理这个主题的一个简要的讲解和介绍 时间关系呢 可能这部分内容并不是每一条我们都非常深入和详细的讲了 如果大家呢 将来有这样的问题想要探讨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知道大家有关系吗 那也不等于这个给大家的 要加方证 教典 在那一位 我们在许多 学校的文章 是 这位 大家好 智和学院的同学们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可以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话题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办公室交易部的合伙人李顺 今天我有幸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叫 创业企业融资交易的流程 以及交易的基本架构 那在具体的分享之前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汉坤 汉坤是中国领先的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 我们在具体的业务领域里面 在私募股权融资 兼并收购 境内外的证券发行和上市 投资基金 反垄断合规 金融这一方面 还有知识产权 争议解决等本块 都是在整个的法律服务行业 都是比较领先的 近年来被国际的权威法律媒体 都被评为亚太区的顶级中国律所 我们总共有大概五六百人的律师的专业人员 分布于中国的几个主要商业城市 北京是我们的总部 然后我们在上海 深圳和香港都有相应的分锁 那我个人的简历呢 也稍微介绍一下 我07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 07年4月到8月的时候 08年的7月 我在北京市全亚律师事务所工作 之后的7年时间里 我在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叫鲍威斯 在他的北京办公室 一直从事律师工作 15年4月呢 我加入汉坤 一直至今我在汉坤担任合伙人的职位 我从事的主要的业务呢 就是创业投资 私募股权融资 兼并收购 进内外的上市 这个是我做的最主要的业务 我曾经为很多的创业投资的基金 PE的基金 以及战略投资人和许多的创业者 一起提供投融资相关的法律服务 包括整个交易结构的设计 法律文件的起草 谈判 整个行业方面呢 我可能设计到 比如说最早是TMT行业比较风 比较火 那这方面做的非常多 此外我在保险 制造 新能源 消费 医疗 教育和物流等多个行业 都做的还算比较多 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我在 因为我主要做的呢 就是投融资方面的这个法律服务 所以这几年呢 在一些权威的法律媒体上 Asia Law Legal Five Hundred Train the Law and Practice 这些传统的法律媒体层面 都有一些提名和获奖 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 就是融资 对吧 我们站在一个创业企业的角度 我们怎么去拿融资 这个融资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我们这次的分享呢 我大概把它分为五个section 第一部分呢 是融资的基本流程 整个融资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第二部分呢 我们站在企业家的角度 我们去想一下 市场上有哪些投资人 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投资人 更适合自己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来谈一谈 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 是Termsheet Termsheet是什么 然后第四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禁止调查 我们了解一下禁止调查 它整个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它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时间又是什么样的 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来谈一下 在融资的过程中 对于整个融资 都非常重要的融资架构 有哪些融资架构 以及我们怎么样 去选择融资架构 好 我们来第一步 我们先来看一看 整个 如果一个创业企业 他要去拿融资的话 这个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经常代表 创业人的时候呢 创业者呢 经常会过来问我们 李律师啊 我现在要拿一位融资了 最快 这个多久 可以拿到一些 拿到多少钱呢 然后我们的投资人 可以先建签给我们吗 手续这么多 我是不是可以 加快一下这些流程呢 我们可不可以跳过 其中的一些步骤 这些的问题呢 其实跟整个的融资的步骤 流程都是紧密相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 融资交易的基本的流程 融资交易有很多种类型 不管是境内交易 还是境外的交易 不管是一个VC的早期投资基金 还是一个中后期的 这么一个PE的投资 整体来说呢 万变不离其中 基本的流程呢 我把它归纳为五个部分吧 第一部分呢 就是最早期的前期接触 签署投资意想书 这个前期接触的时候呢 也许是公司自己去找的投资人 也许是投资人自己找的公司 还有很多情况下呢 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一个词 叫FA Financial Advisor 也就是财务顾问 有时候会有财务顾问 专门的去 这个替公司去找一些投资人 对口一些投资人 如果前期接触完以后 有了基本的意想 了解了公司的 基本的一些商业模式 投资人决定对公司进行投资了 投资人 创业者呢 也愿意去接受 某一个投资人投资 他们会签署一份 我们叫投资意想书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叫TS 里面会约定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条款 这是一个投融资交易的开始 也是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完成以后呢 投资人就要去推进第二个步骤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 禁止调查 投资人在这个阶段呢 会找外部的顾问 比如说财务顾问 比如说法务顾问 有时候会有业务顾问 甚至是技术顾问 这些外部的顾问呢 去对公司进行一个 全面的禁止调查 在全面的禁止调查基础之上 会得出一个禁掉报告 那这些禁掉报告里面 发现的问题 或者说对公司的基本情况 这个是投资人内部 做出决策依据的 最终的一个 一些文件的支持 在这些基础之上 可能内部的投资人 会投委会会做个决定 最终决定对这个公司 要不要进行投资 那在第二个基础之上呢 有时候也会是跟 禁止调查同步进行 就是投资人和创业者 也许会考虑 综合考虑 我们这个项目的融资 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架构进行 是用一个境内的架构 还是用一个境外的架构 是一个中外核资企业的架构 还是一个纯内子的架构 是一个VIE 还是一个WUFI的小红筹 这些因素呢 可能要结合禁调的情况 结合公司具体的情况 来综合判断 确定 如果说我们做完禁调 我们也确定好 这个公司整个融资的架构以后 我们就会一般会推进第四个步骤 也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 交易文件的起草谈判 也就是我们通常 比如说投资协议 然后股东协议 这些主要交易文件的谈判 如果到最后经过 个人的谈判 整个文件都订稿了 那么就会推进签署 签署完以后 我们就会推进 整个融资交易的最后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吧 就是推进交割 所谓的交割呢 简单的说 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所谓一手交钱呢 是投资人在交割的时候 把投资款打给公司 一手交货呢 是说在交割的时候 公司会把股份发给投资人 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流程 完成以后 就是投资整个交易 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交割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融资交易的基本流程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的经验 我们认为这个融资交易啊 总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变量的 因为每一个项目 它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交易呢 它的具体的这个变量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变量呢 就是有好几个吧 我觉得最近的项目里面 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第一个吧 比如说TS 我们经常会听到 我们要去做个投资的交易 我们要签TS 但是呢 其实TS不是在每一个项目里面都会签署的 也不是会和每一个投资人都签署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两年呢 可能大家会看到 如果一个项目比较着急 或者说 这个有一些是老股东来主导的项目 可能这个项目里面呢 公司和投资人就不会签署TS 直接进入竞调 或者直接进入这个交易文件的阶段的谈判 在每一 在某一个项目里面呢 也不是说TS会跟每一个投资人都签署的 比如说 这个项目 在某一轮的融资的时候 它有很多个投资人 其中有一个是领投方 还有其中 其他的一些投资人呢 是跟投方 很可能呢 公司只会和领投方去签署TS 和跟投方呢 可能就不会签TS了 他会跟跟投方说 那我们跟你们呢 就不签TS了 就是以领投方签署的TS为准 到时候跟领投方谈成什么样 你们的权利一样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在交易项目里面 经常会出现的第一个变量 那第二个变量呢 就是禁调 可能在一般的项目里面 每一个领投方 他都会去做禁调 但是呢 在不同的项目里面 这个过程也有可能是会被简化处理 甚至是略取的 这是因为 尤其是这两年 我们看到 卖放市场的形成 什么叫卖放市场呢 在很早之前呢 可能这个PEVC的投资 因为它是属于出钱的那一方 通常来说 它会比较强势 那它会对公司做具体的竞调 详细的竞调 但是这两年呢 因为头部项目比较集中 整个PEVC呢 奥巴定律的这个明显化 就非常的明显 那头部基金都希望把更多的钱 投到更好的项目里面去 所以呢 就变成了钱很多 项目很少 好项目很少 所以就看到很多基金在抢项目 这种呢 就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卖放市场 那卖放市场的项目里面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 整个项目流程会变得非常着急 或者说呢 这个份额非常紧张 这种情况下 企业有很大的话语权 那企业通常会要求投资人 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交易 或者说 如果谁的流程更少 那我就让谁投进来 这种情况下 竞调经常有可能会被 这个投资人给省略 或者说简化处理 以满足企业的需求 这是我们看到 这几年的项目里面 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变量 那第三个变量呢 就是过桥贷款 我们经常会看到 签完TS以后 投资人和公司都会讨论 用过桥贷款的形式 把投资款在交割之前呢 先给一部分给到公司 这一部分呢 有可能是因为公司 确实有资金使用的需求 可能等不及一到两个月的 这个交割的时间 所以呢 就很快的先给一笔钱 过桥给到公司 让公司先提前用起来 还有一种呢 是因为签完TS以后 不管是公司也好 还是这个投资人也好 他们都希望 有一些交易的确定性 那怎么去保证这个确定性呢 提前给一部分钱 在交割之前 把钱给到公司 让公司先 哪怕是他先存起来 对吧 这个也是让公司和投资人 会有更多的确定性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交易中 经常会出现的第三个变量 那第四个变量呢 就是跟我刚才说的 这个交易架构是有关的 我们这两年经常会看到 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 原来是一个境内架构 同时呢 又变成了一个境外的 同时在融资的过程中 又变成了一个境外的架构 或者说我们在投一个 境外架构的过程中 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在融资的同时 又把它变成一个境内架构 那这种变量呢 在这两年资本市场 境内外的资本市场 不停变化的过程中 也是经常会出现的 另外一个变量 所以这个 这几个变量呢 都是我们观察 这几年经常会出现的一些 这个变化 和一些可能不同的地方 那但是不管出现 什么样的变量 整个融资的基本的流程 是我们刚才第一页说的 流程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核心永远会是 这么快速的推进交割 这个永远是企业和投资人 在商业层面最核心的诉求 那我们看完 这个第一步交易流程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站在一个企业家的角度 站在一个企业上的角度 他们怎么去选择投资人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 就是很多的这个创业人 就会问我们 什么样的投资人 是最适合自己的 作为一个企业 他是不是可以调投资人 他需要调投资人吗 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 根据我们的经验 来综合看一下 首先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我们来看一看 在市场上 真正做PEVC投资比较多的 投资人都有哪些 我自己的把它区分 简单的区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类型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财务投资人 财务投资人是以获利为目的 通过投资行为 在适当的时候呢 把所投资公司的股票 给卖掉进行套现 从而取得经济上的 一些超额回报的 这种投资人 这种投资人 我们知道最典型的呢 就是各种的PEVC投资基金 比如说我们恶熟能想的 高临 红杉 这些都是典型的PEVC的基金 另外一类的投资人呢 我们叫他战略投资人 战略投资人 他其实不仅仅是有钱 他不仅仅有资金 他除了资金以外 他还具有财务投资人 所不具有的 比如说技术方面的优势 管理方面的优势 市场方面的优势 人才方面的优势 通常他自己是一个 在产业里面的 做实业的一些企业 这种呢叫战略投资人 他们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投到背投企业以后 可以帮助背投企业 增强它的核心竞争力 还有创新能力 拓展背投企业 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可以和背投企业 一起共同发展 谋求长期的利益回报 同时呢也可以和 背投企业呢 有一些上下游的 协同和合作 这样的企业 通常是一些大的企业 或者大的集团 那我们在TMT领域里面呢 我们经常能听到的 战略投资人 自然就是我们经常 耳熟能想的那些大厂 比如说腾讯 百度 京东 阿里 这些就是典型的 战略投资人 财务投资人和战略投资人呢 他们都可以投钱 到背投的企业 那他们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在我们看来 这个第一呢 就是商业目的上 他们存在不同 财务投资人很简单 他们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要获得经济回报 这也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因为他们要对自己的LP负责 但是战略投资人呢 它是一个企业 盈利当然也是它的一个 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但是它不仅仅是短期的通过套现 获得的这个盈利 是它的这个 主要经济投资的这个 最主要的目的 那它除了这个目的以外 它还有其他的商业目的 比如说 它希望和背投企业 有一些上下游的合作 协同 从而帮助企业本身 这个战略投资人本身的业务 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 或者市场占用率更加提高 或者说有一些业务的延伸和扩展 这些可能是它商业目的上 和财务投资人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这个商业目的以外 决策流程 还有这个推进速度 可能也会多少有点不一样 财务投资人 尤其是我们这些早期的VC的投资人 他们的决策流程呢 通常和推进速度 通常会比较快一点 决策通常来说会比较扁平化 比如说我们在一些VC的早期基金里面 这些基金呢 他们大部分可能人数就很少 真正做决策的呢 可能就一到两个合伙人 这个IC非常人数非常少 所以他们决策非常快 但是呢 对于一些战略投资人而言 比如说我们这样的大企业 他们有很多 有自己的财务部门 有自己的法律部门 有自己的风控部门 甚至有自己的合规部门 他们在做一项决策 包括投资决策的时候 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 来协商 一起做出这个决定 那这个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出了决定 所以呢 他们的决策通常来讲会更谨慎一些 他们推进速度相对于一些基金 尤其是早期基金来说 可能会稍微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也是一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呢 就是禁止调查的颗粒度 比如说 你像早期的PEVC基金来说 他们的投资颗粒度肯定会更大一些 因为可能在那个阶段 背头企业的商业模式 还不是特别成熟 产品呢 也不是特别成熟 可能甚至是处于研发阶段 这种企业可能 VC投他呢 就是看他的团队 对吧 可能看他的这个商业模式 在早期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性 可能性可能会看得更多一些 这种情况下 他也就不会去对这个公司 做过多的太细致的禁止调查 但是呢 如果是战略投资人 他投这个企业的时候 多半是这个企业 已经有一定的商业模式 比较成熟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对他的整个产品线 对他整个的资产 对他整个的股权 进行非常详细的禁止调查 同时呢 也许也我 这个战略投资人 也还要和这个背头企业 有一些业务上的协同 也要对他业务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战略投资人 对于早期企业的 对于企业的这种 经济调查的颗粒 都通常会更细一些 时间上呢 也可能会更久一些 除此之外呢 战略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 他们在对于公司的 这些控制权 退出回报和政府监管方面 要求和投资金 都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新闻上有很多的 关于经营者 集中申报的一些处罚 那因为这些经营者 这些经营者 集中申报的 这个被处罚的案例里面 也有一些战略投资人 对企业进行的 小股权投资 这种情况呢 导致目前 我们看到的一些 战略投资人 他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也会非常关注 反垄断申报的问题 这种关注呢 可能也通常不是 我们VC基金 会首要去考虑 或者关注的问题 所以他们在决策流程上 还有包括在关注点上面 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 那从投资人的角度 他怎么去发现 一个被投企业呢 他可能会通过 业务的经营活动 可能会通过上下 有产业的合作的机会 或者说通过 财务顾问等专业顾问 推荐或者渠道 物色 或者接触到 合适的目标企业 然后形成初步的判断 他考虑的因素呢 可能比如包括 尤其是战略投资人 他会考虑产业整通 整合还有协同效应 那从财务投资人的角度 他当然要考虑的情况 就是这个公司的业务模式 收益的保障 将来可能推出的渠道 独立上市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一个 投资人的角度 他可能会判断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所说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投资人可以选择企业 那企业自然也可以选择 投资人 对吧 那企业可能从他的角度 他也要去想 什么样的投资人 最适合自己 这个风格是不是匹配的 然后资源是不是匹配的 从管理的这个角度 可能也是有更多的这个选择 所以这是一个 双向选择的过程 企业需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投资人 我们看完这个投资人以后 如果说一个企业确定了投资人 或者说一个投资人 确定了企业 他们签署TS 他们下一步就是签署TS了 那这个TS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也来看一下 TS 大家经常会听到这个词 TS是term sheet的简称 这个是因为在 境外的融资项目里面 大家都会用这么一份文件 在中文里面呢 通常我们会把它翻译为 投资意向书 或者是投资条款清单 但是因为大家市场上习惯了 一般都会称TSTS 那TS是公司在初步 确定投资人以后 公司和投资方 为了反映双方初步达成一致的 投资的核心条款 而签署了一份意向性文件 通常来说呢 这个意向书 除了个别的条款以外 这个个别条款 我们后面可以提到 比如说通常会包括 排达期条款 保密条款 法律效率条款 费用条款 管辖法律条款 除了这几个个别的条款以外 通常来说TS 整篇都不会具有法律约束力 对各方呢 都没有法律上的效力 任何一方理论上 都是可以去随时终止它的 但是呢 这个TS呢 因为毕竟是一个商业行为 我们跟对方签了 虽然说很多条款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是呢 也是具有道德约束力的 所以在后续的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除非这个项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般TS里面的条款 哪怕是那些没有法律约束的条款 双方都会去尊重它 也会把这样的条款呢 给反映到正式的交易文件里面去 所以我通常都会跟创业的这个企业 企业主们去沟通 我会跟他们说 不管怎么样 如果要开始谈TS了 哪怕这个TS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我也建议这些企业家会在签署TS之前 正式的去介入律师 去请一个专业的律师 来帮他们审阅其中的条款 因为有时候可能TS虽然是简单的 一到两页纸的东西 但是呢这些条款里面的最合 其实是整个交易最核心那些原则的事前约定 这些原则最好是能够说清楚 看明白 大家在最初次的阶段就把它给达成一致 不要因为任何语言上的问题 不要因为任何理解上的问题 导致后续沟通上存在极大的误解和障碍 这也是对交易是完全没有效率的 也是非常不好的 当然切完TS以后 虽然里面约定了各种各样的原则 因为我们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没有达成 所以呢TS签署并不代表正式交易文件的签署 更不代表的交易的完成 TS签署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 这是整个投融资开始的第一步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列了一个TS里面 关于法律效率条款的一个事例 我们看中英文都有 我们看一下中文的条款 中文条款怎么写的呢 说除了排他条款以外 交易费用 适用法律和保密等条款中 为各方约定的义务之外 这里面说的是这四个条款 是各方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除了这四个条款以外 本意向书不构成对任何有约束力的 要约或者合议 其本身或者对其的任何讨论及其履行 均不会对各方设置任何责任或者义务 也就是说这个意向书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仅在投资人已经取得所有必要的内部批准 完成禁止调查 并且该禁止调查的结果令投资人满意 并且各方已经签署了满意的投资协议以后 才能认为各方已经达成 并且与所拟议的交易有关的有约束力的协议 所以整体来看 当然这个条款可能是更多是偏向于保护投资人的一个条款 因为他们特别在后面还强调了一下 投资人要完成内部的批准 要完成法律禁调 并且签署了最终的交易文件以后 才会对各方有约束力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 关于TS的效力的一个示范条款 那么如果TS是一份意向性的文件 他们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通常来讲 TS的主要内容 我把它列为有以下的这么些内容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商业条款 就是我们所谓的估值条款 这里可能会简单的写成说 双方同意以什么样的价格 作为这个企业的投钱估值 基于这个估值 投资人会投多少钱 许多交割以后 占公司总股比的百分比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最直接的一个估值条款 这里面是最商业性的条款 大家要谈清楚这个企业值多少钱 我要投多少钱 以及占多少比例 这个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些商业内容 第二个条款是过桥贷款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很多的变量 整个TS 整个交易投融资的过程中 会存在很多的变量 其中一个变量就是过桥贷款 如果说签完TS以后 双方希望有一些确定性 或者说企业需要一些资金 紧急的进行流转 这种情况下双方会讨论 给一个过桥贷款 在正式交割之前 比如说给20% 给30% 最近我们看到还挺多的项目 给到50% 甚至是100%的投资款 都作为过桥贷款 这种项目下 可能资金需求会比较着急一点 如果是有这种需求 在TS里面也会明确的说 签完TS以后 大概多少天之内 对吧 投资人要给到多少钱的过桥贷款 给到公司 这个也是会常见的一个条款 第三个是交课条件 交课条件是说我满足了 在正式交易文件签署之后 在满足了什么样的条件之后 投资人才需要去打款 才有义务去打款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交课条件 通常在交课条件 在交易文件里面 不会写的那么详细 简单的可能会写成说 投资人只有在满足了 惯常的交课条件以后 才会去打款 这个惯常就会怎么去定义 这个惯常 通常大家会留到正式的交易文件 去谈判 那有些会写的稍微详细一点 就会把这些惯常的交课条件 给写出来 比如说 投资人只有满足以下交课条件以后 才能去打款 这个条件包括 陈述保证真实 交课前没有任何的违约行为 公司没有任何重大不利变化 投资人完成了禁调 投资人内部审批获得批准 以及其他根据禁调 确认的需要增加的交课条件 通常投资人会留这么一句话 作为兜底 根据禁调情况 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 在正式交易文件里面 再看需要 是不是需要加一些额外的交课条件 然后除了交课条件以外 接下来就会谈到比较重要的条款 这个条款就叫股东权利 我们通常在TS里面 会提一些股东权利 这个股东权利 我把它简单的分类为两类 第一类是公司治理类的股东权利 第二类是经济权利类的股东权利 什么叫公司治理类的权利呢 其实最重要的 比如说公司的董事会席位 怎么设置 里面创始人占多少席 然后投资人可以有权 任命多少席的董事席位 第二个就是否决权条款 这个可能大家经常在报告里面 经常会提到 一票否决权 就是这个公司在交个完成以后 股东会的设置是什么样的 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表决权设置 是什么样的 什么情况下 哪些事项 投资人会对企业的经营类的事项 或者是运营类的事项 有一些一票否决权 这个通常是整个的项目里面 大家会谈判的重点 也可能会在TS里面 就把这个谈判谈得比较细 也有可能说 因为在TS里面 大家敢进度 希望TS尽早的签 推进交易 那么把这些最重要的问题 流到正式的交易文件里面去沟通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目前这种做法也挺多的 第二类的股东权利 我把它叫做经济权利的股东权利 这个就是我们PEVC投资基金 经常会需要用到的一些 经常会需要享有的一些 比较市场化的权利 比如说最重要的 大家可能听过 第一个就叫优先清算权 当一个公司进行清算 或者说当一个公司发生了整体出售 比如说我100%的股权都卖给了一个第三方的时候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清算事件 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股东应该怎么去分配这笔钱 投资人是不是有一个优先清算券 也就是说 我先拿回我的投资本金 再加上一定的利息回报 这就是我们的优先清算额 拿完优先清算额以后 我再有权去参与剩余资产的分配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二次参与的权利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二次参与的优先清算权 目前使用的也比较多 这个通常也是投资人最重视的几个优先清算的经济性权利之一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经济性权利 大家可能也都听过 叫赎回权 赎回权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在发生了一定的情况下 投资人有权要求公司或者创始人 把他的股份给买回去 这个买回的价格当然是约定好的一个价格 通常是等于投资本金 再加上一定的利息 那这些赎回的出发事件一般包括什么呢 最典型的 最经常看到的 就是我投资完 投资人投资完这个公司以后 他要求公司必须在一定的年份里面 比如说五年或者六年完成一个合格上市 如果你没有完成合格上市 那在五年或六年的期间建满之后 投资人是有权要求公司进行赎回的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赎回的权利 除了优先清算权赎回权以外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权利 叫反稀释的权利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投资人A投到公司以后 他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投到公司 或许如果发生了或许的融资 这个或许的融资的投资人B 他的进来公司的估值反而是比商业人 融资更低的 这种情况下对于前论投资人而言 他会觉得吃亏了 他会要求公司或者创始人 对他进行一定的补偿 发一定的股份或者支付一定的现金 以让前面的投资人的 每股认购价格能够接近 或者是等于后许人融资的更低的价格 对他进行一定的补偿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反稀释的权利 除了这些权利以外 典型的经济性权利 还包括我们常见到的 比如说共同出售权 也就是如果投资人投到公司以后 如果创始人需要卖股份 那投资人有权跟着他一起卖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共售权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领售权 所以领售权就是 投资人投到公司以后 在达到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如果有一个第三方来买公司 投资人是有权拉着其他的股东 一起把公司的股份 卖给这个第三方 实现整体退出 从而实现他的这个经济汇报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领售权 像这些权利呢 就是典型的核心的股东权利 一般会在TS里面 会写清楚 它具体的原则是什么 可能不会那么细节 但是把这个大概性的原则 会在TS里面写得比较清楚 在这些基本的条款 写清楚之后 TS里面还有一些偏法律的条款 也是这些条款呢 也多半会是一个 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 因为它们都不是核心的东西 比如说有保密条款 所谓的保密条款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签完这个TS以后 大家对TS的内容要保密 对TS的存在也要保密 里面也会提到说 投资人在禁调过程中 所接受到的各种信息 在谈判过程中 收到的各种信息 都需要对第三方保密 这个对于企业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保护 那第二个经常会看到的 就有约束力条款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排他期条款 这个排他期条款指的意思是说 双方签完TS以后 公司要答应投资人 在一定的时间内 比如说签完TS TS以后的三四天内 四十五天内 或者六十天内 在这个时间里面呢 他只能排他的和这个投资人谈 不能再跟其他投资人谈 类似的投融资的交易了 这个条款的逻辑 背后的逻辑呢 是说签完TS以后 投资人会花一定的精力和资源 去对这个公司进行禁调 或者谈判 对吧 他可能会 就是有一些成本的发生 那基于大家的信任 那你就不能再跟其他人谈了 不能我花了钱以后 最后我什么都没有捞着 这可能对投资人来说 可能是不能接受的 第三个经常会有 法律约束力的条款呢 就是费用条款 费用条款就是我刚才说的 可能投资人对这个项目 可能会投入一定的 这个时间和精力 包括也会请一些 外部的这个顾问 这种情况下 如果通常来讲交割发生 这些费用呢 可能有一部分或者全部 都是应该由 背头公司来承担的 这个是一个 比较市场化的 一个条款 最后呢 就是一个存法律条款 因为这个条款呢 毕竟还是 那些核心权利 虽然说都没有法律约束力 但是还是会有个别的 比如保密排他 还有费用条款 这几个条款呢 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所以从法律的严谨性 和闭环的程度 通常会加一个管辖法律 和争议解决条款 这个都是属于 比较惯常的条款 签完TS以后呢 我们就会来到第四个问题 叫禁止调查 禁止调查 大家都会经常听到 这个是企业 在融资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吧 签完TS以后 那投资人通常会对公司 进行禁止调查 经常会有 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是什么呢 创业者经常会来过来问我们 禁止调查到底在查什么东西 到底这个程序 是怎么进行的 那投资人如果做了 禁止调查 最后不投了怎么办 我要不要担心他泄密的问题 我还需不需要承担他的费用 对吧 那我公司 我自己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个律师 来出具禁止调查报告 给投资人呢 这些呢 都是常规的 可能投资人会 创始人会问我们的问题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都有什么样的禁止调查 以及禁止调查 它主要查的内容是什么 禁止调查呢 我们把它分为两类吧 第一类呢 是企业自己去找律师来进行禁止调查 第二类呢 是投资人他去找律师来进行禁止调查 投资人外部禁止调查呢 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 也就是投资在签完TS以后 那投资人会需要对被投企业做一系列的这个调查 那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比如投资人会请外部的法律顾问 那有时候会请财务顾问 有时候会请业务顾问 有时候甚至会请技术顾问 这些不同的团队 对公司的法律状况 财务状况 业务状况和技术状况 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调查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得出一些专业的意见 准备一份专业的禁止调查报告 交给投资人的内部 比如IC 让他们去审阅 其中呢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了解公司 调查公司 看看公司是不是合规 看看公司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来判断一下这个问题的性质 以及严重程度 对吧 首先要看看这个公司 是不是存在 导致这个交易不能进行的 我们叫dearbreaker 这种致命性的缺陷问题 如果有这种致命性的缺陷问题 可能就不在头了 但是大部分企业呢 可能还没有到严重到这个程度 虽然有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没有到dearbreak的程度呢 这个时候 投资人和他的顾问 就会想办法把这些问题分类 对吧 如果特别重要的问题 必须要提前解决 在打款之前解决的 我们会把它放在交易文件里面 作为一个交割条件 进行处理 如果说有些问题不是很重要 或者有些问题虽然重要 但是呢 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进行解决 那么很多的情况呢 是把这种事项放在交割以后 作为一个交割后的承诺去处理 比如说你在交割以前发现这个公司 可能有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征兆 或者说不是对企业最核心的征兆 没有拿到 这种情况下 也是一个不合规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交割以后 比如说要约定创业企业 在交割以后的三个月内 或者六个月内 去完善 或者去申请 或者获得这样的这个资质征兆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 对于禁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处理 然后这个是投资人的顾问 从投资人的角度 他需要对公司进行一些禁止调查 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除了投资人聘请外部顾问 对公司进行禁止调查以外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公司自己会对 会聘请律师 或者聘请外部的顾问 对自己进行禁止调查 然后出具相应的禁止调查报告 这个在这几年的项目里面 也会经常看到 我们俗称的叫卖方禁止调查报告 这种一般会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第一种是 这个项目比较着急 那可能让外部的顾问 对企业进行禁止调查呢 时间上可能来不及 那我还不如让公司去找一些 对自己熟悉的 长期服务于自己的外部的 比如说律师或会计师 对企业进行一个自我检查 自我诊断 对吧 然后出具一个法律禁止调查报告 或者和财务禁止调查报告 出具给外部的投资人 让他们有一个 在最短的时间内有一个报告 可以 做以决策的预计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投资人要求 比如说要求公司的律师 出具这个法律建书 这种情况下 因为投资人 因为公司的律师 如果需要出具法律建书 他就需要对公司进行 禁止调查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才能对 作为一个律师 才能对企业的基本情况 出具一些法律意见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流程 或者说呢 有时情况下 公司的律师为了替 为了帮公司 去准备一些披露文件 这种情况下 我也要了解公司的情况 如果要了解这种公司的情况呢 就需要对公司 进行一些禁止调查 这也是会经常出现的第二种情形 企业自己需要去聘请 外部的顾问 对自己进行一些禁止调查 那不管是投资人的顾问 对企业进行禁止调查 还是说企业自己去聘请律师 或者外部顾问 对公司进行禁止调查 他们内容呢 可能大概率是相同的 只是精致 只是在细节程度上 可能不太一样 很显然投资人顾问 他受估于投资人 那他很肯定对企 公司的这个经济调查 在颗粒度上 都会比较细一点 也会想 在所有的这个 时间上和精细度 程度上面 肯定是不能跟 肯定是比企业 自己去聘请的这个顾问 做的经济调查 更详细的 但是呢 大体的内容上 他们应该都是一致的 比如说 就经常会 我们以法律的 这个经济调查 为例子吧 通常来讲 会包括哪些方面呢 第一比如说 会包括股权方面的 看一看 整个集团公司的 历史严格 是不是有问题 股权上 出资是不是到位 股权上有没有代持 整个公司的股权架构 是不是清晰 稳定 这个是 最重要一个部分 叫股权方面的 经济调查 第二部分呢 是知识产权 资产方面的 经济调查 那个资产呢 可能包括无形资产 就是我刚才说的 资产权 也可能包括有形资产 可能包括土地 房屋 对吧 如果一个公司是 一个比较重的企业 它可能有自己的 自由房产的话 那我们要看一下 这些自由 土地房屋的 比如说土地 实用权证 房屋产权证 以及相应的还评 施工许可 这些证兆 是不是都已经 如实的履行 依法获得了 如果是非自由的 是租赁的房产 或者土地 那么会需要看一下 整个租赁合同 是不是有缺险 有法律问题 对于一些 无形资产来说 尤其是 无形资产 对于哪一些企业 会比较重要呢 比如说 2C的 2消费力的企业 比如商标 可能对它就非常重要 比如说 对于一个医药的企业来说 可能它的专利 对它来说 就非常重要 对于这些企业的 就是产权 我们会去核实 在法律经济中 我们会去核实 它的这个 产权 是不是有进行 明确的登记 上面呢 是不是有纠纷 是不是员工有权益在里面 或者说 有没有侵犯第三方的利益 这个可能都是 资产权核查的 一些重点范围 在资产之上呢 我们会看一下 整个企业的牌照 和登记 就是这个公司 如果 尤其是对一些 高监管的行业来说 这个公司 是不是拿到 这个行业里面 所需的经营 它的主营业务 所必须的 各个资质 比如说最典型的 如果是一个 从事互联网游戏的 经营的 这么一个企业来说 我们要看看 它有没有ICB证 我们看看 它有没有 网络出版经营许可证 如果是有一个 从事互联网 视听节目的 这么一个公司 那我们也要看看 这个公司 是不是有互联网 视听节目 许可证 这些呢 牌照和真底 都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方面 除此之外 我们也会看一下 公司所签署的 一些中大合同 这个中大合同的标准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 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 可能对一些企业来说 超过10万块钱的合同 就是比较大的合同 但对一些 比较大型的企业来说 可能超过100万的合同 都不是大合同 所以要根据 公司的具体情况 来判定 重大合同的标准和定义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通常会去查一下 这个重大合同 是不是存在条款上的缺陷 有没有随时 被解除的风险 或者说 公司在这些 重大合同之下 是不是存在 违约的风险 这个都是 法律经济交通 会通常对于商业合同 和重大合同 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会去看一下 公司的在税收方面 劳动方面 债务方面 审计和财务方面 是不是有一些缺陷 是不是有一些 违反内控制度的问题 是不是会有一些 拖欠的债务 税务 甚至是说 社保公积金 这些可能也是 在法律的经济过程中 会和财务的 竞调团队 一起来确诊 给公司确认 是不是有这些问题 反映给投资人 这些可能是 整个的竞调过程中 会重点关注的 一些方方面面 这个是整个竞调 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逻辑 那我们回到 我们之前提的一些问题 就是经常企业主 会问我们的一些问题 除了我们这个竞调 他怎么进行查什么以外 他会问 投资人如果做完竞争调查以后 最后不投资了 用不用担心他的泄密 那从法律上 怎么保护自己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在TS里面 会签一个保密条款 对吧 那个条款呢 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投资人就不能说 从公司拿到定调信息 他可以透露个第三方 在法律上 他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如果说你在TS里面 没有这样的条款呢 你也可以单独签署一份 我们叫NDA 叫保密协议跟投资人 也就是说 我给你的任何的 这个文件和信息 都应该是保密的 所以这个担心 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手段 和法律文件去解决 然后投资人 创业者有时候会问我们 投资人指派的律师 如果是我承担的费用 是不是就是公司的律师呢 这个答案肯定是否的 因为从投资人的角度 他指派的律师 公司来承担费用 这个呢 更多的是一个市场惯例 因为基金呢 很多是不能够从公司的 或者说不希望吧 从自己公司的 这个基金管理费里面 去出这些费用的 所以呢 市场惯例变成说 如果交割完成了 这个费用需要由公司来承担 它只是一个报销的作用 并不代表着 投资人指派的律师 就是公司的律师 他还是投资人律师 在立场上 他还是主要以 投资人立场为主 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投资人做了法律 做了禁止调查 公司律师是不是 还有需要再做禁止调查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有必要 需要出具法律意见书 或者说去帮公司准备披入函 很可能这种情况下 公司律师需要自己单独去做一个 禁止调查 但是呢 通常这种禁止调查 也不需要出具 禁止调查报告 给到企业 而是说作为一个 底稿的依据 以便出具相应的 法律文件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公司是不是可以 指排律师 出具禁止调查报告 给投资人 这个也是可以做到的 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种情形 就是如果交易非常紧张 对吧 我们不想给其他投资人 一些开 就是给他们开展 禁止调查的机会 那我们比较强势的公司 可以要求做一个卖方禁调 我自己指排一个律师 来出具个禁调报告 分享给投资人 以此为依据 做你们的决策依据 这也是可以做到的 在市场中呢 我们最近这些项目里面 遇到的还不少 如果做完了禁止调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我们要分享的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融资过程中呢 与时俱进的融资架构 就是我到底什么样的融资架构 适合我的企业 以及我们要提前了解 哪些架构方面的问题 以便将来继续融资和上市 以及他们经常会协助 会问到我们呢 就是如果架构选择以后 我是不是还有调整的机会 这些呢都是跟架构去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具体的融资架构 都有哪些 商业上呢 我们看到 我们把它简单的规划为 融资架构 有两类 我们一个呢就是 境内架构 还有一种呢就是 境外架构 境内架构也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纯内资架构 还有一种呢是 中外合资的架构 这两种架构呢 我们把它统称为境内架构 它的共同点呢就是 融资主体 以及将来你上市的主体 都是一家在中国境内 根据中国公司法 所成立的家公司 他们将来的融资 拿到融资以后 如果是以上市目的地来看的话 主要还是以境内的A股 上市为主 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当然现在这些境内架构呢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它可以选择以香港H股上市 当然这个量还是非常少的 从总体的比例上来看呢 还是以境内的A股上市为主 相对应境内架构呢 另外一种架构 我们通常会听到呢 叫境外架构 境外架构呢 也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外商独资的红筹架构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会说的 WUFI的红筹架构 还有一种呢 是协议控制的红筹架构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会提到的 VAE的红筹架构 这两种红筹架构 它们最典型 以及它们最共同的共同点呢 就是融资主体 以及将来你上市的今晚的企业呢 都是一家设在境外的企业 它不是一家设在中国境内的企业 这个设在境外的企业呢 通常目前的惯例都是设在开门 这有很多的原因 待会我们会说到 境外架构呢 不管是WUFI的小红筹 还是VAE架构的红筹 都是以将来在联交所 香港联交所 在美国的纳斯达克 在美国的纽交所上市为主 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在拿境外拿美元 同时呢 到最后能够退出 是希望能够在境外去上市 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 当然这两年呢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放开 政见会的一些规则的修订 现在一些境外红筹的架构呢 也可以回归到A股 在A股进行上市 当然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但是呢 也是多了一个选择 境内境外融资架构的 这个第一种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有境内架构 境内架构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纯内置的架构 还有一种呢 是中外合资的架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纯内置的架构 它的具体的特点 以及它的一些 这个架构上的形式 主要的法律预计啊 形式啊 以及法律文件 我们看看它有什么特点 纯内境内架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左边这个图 首先 这个公司 要融资的主体 以及将来你上市的主体 也就是现在这个 标红的企业 我们叫内置的合资公司 它是一家 在中国的境内 依据中国公司法 所设立的一家企业 它的股东是谁呢 它的股东可能是有创始人 这个创始人应该是 境内的自然人 中国公民 然后呢 它有原来的股东 比如说可能一些 早期的员工 可能一些早期的天使 投资人 对吧 然后呢 它还有后续的 不同人次的投资人 这些投资人 这些股东 都有什么特点呢 他们都是中国的 中国的居民 所谓中国居民 包括中国的自然人 或者说中国的企业 基本上就这两种类型 他们不会有外资的股东 所以呢 这是我们典型的 纯内置企业 纯内置企业 它的架构呢 主要的法律预计很简单 他们就是依据中国法 去设立的一家企业 所有的股东权利呢 都是以协议约定 基于公司法的 这些规定的股东权利 进行的约定 比较简单 他们投资形式 投资方投资到公司的 主要形式是什么呢 第一步 第一种类型 就是一家增资 就是我 比如说投1000万 投到这个内置公司 其中100万呢 进到租的资本 剩余的900万 我进到资本公积金 这就是典型的 一家增资的模式 还有一种呢 就是当然就买老股了 比如说我现在 可能份额不够 这一次 我拿不到公司 新发的增资的 这个份额 那我可能会从 老股东那边 去以一家 去买一些老股份 这也是目前 市场上经常会看到的 一种进行 投资的一种形式 主要法律文件方面呢 也比较简单 境内文件 一般通常会有 投资协议 或者是增资协议 或者是股权转让协议 去买这个股份 另外一份呢 就是股东协议 股东协议约定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 投资完这个公司以后 每一个股东 他所具有的 股东权利是什么样的 会把这些写得非常细 除此以外呢 还会有公司的章程 通常来讲 境内公司的章程 都会比较简单 然后在一些情况下 可能会有些附属的协议 但整体来讲 境内的法律文件 尤其纯内置架构的 法律文件 通常都会比较简单 纯内置架构的 融资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简单 它会通常用于什么情形呢 第一 他们拿的是人民币 投资人肯定 投的都是人民币的架构 第二呢 这个内置公司 没有外资的股东 所以呢 理论人呢 他可以从事一些 外资限制类的 或者是外资 禁制类的行业的公司 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 就是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或者说网络实情节目 许可证 像这种行业的公司呢 他通常都是外资禁制 或者限制的 所以纯内置架构 就非常适合他 如果说他不希望拿美元 他希望在境内上市的话 他就可以拿境内人民币 投资人的一些钱 然后去进行融资 进行上市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境内架构 境内架构的融资流程呢 也非常简单 投资人投到公司 然后去做工商变更 就没有了 只有工商变更 这道政府程序 而且工商变更不是打钱的 在法律上不是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我可以完全可以做到 让投资人先打钱 然后再去做工商变更 所以呢 这个流程是非常快的 境内架构里面的第二种形式 我们叫中外合资架构 中外合资架构的 它的主要的特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图 首先这个融资主体本身 和我们刚才说的境内架构一样 它也是一个境内设立的企业 它有创始人 中国自然人 或者其他的一些境内投资人 但是它和纯境内战口 有一点不同的是 它这个公司里面 会存在一些外国的投资人 或者说境外的投资人 这个境外的投资人 可能是香港的设立的企业 可能是 BY设立的企业 可能是开曼设立的企业 也可能是比如美国 欧洲 这些地方设立的企业 他们会把这个公司 变成一个中外合资企业 也就是说 也有境内的投资人 也有境外的股东 他们设立的依据是什么呢 还是公司法 公司法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 所以中国的公司法 永远是他们设立的 一个最主要的依据之一 当然在这个基础上 因为它是一个外商投资企业 所以它也会适用 外商投资法 以及外商投资法的实施条例 这会导致 它们有什么 和境内的价格有什么不同呢 主要是存在于 第一 投资的流程不同 我们刚才提到了 如果一个投资人 要投一个境内的项目 纯境内项目 它可以直接去投资 然后做完投资以后 再去做工商 把钱给到公司以后 再去做工商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双方可以协商 法律上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但是如果要把一个境内的企业 变成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 在法律上 这个外国投资人 必须要先让这个公司 去完成工商的变更 完成商委的备案 再完成这个企业 外资账户的开立 外国投资人才能够把钱 给到公司 即使双方约定 也不能规避这个要求 也就是说 这个流程是必须的 是法定的 投资人只有等这些程序 做完以后 才能给公司打钱 即使公司急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从公司的角度 从公司方的角度 这个条款 这个要求是 会让他们的融资的流程 会变得稍微复杂一点 时间也会稍微久一点 法律上 理论上 它会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我做完工商以后 这个投资人可能不打钱了 这种情况下 公司需要去在协议里面 约定一些条款 比如说 如果你过了多久的时间 都没有打钱 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除这个合同 你需要配合我 从境内公司退出 这个都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问题 第二 如果是一个中外合资企业 它接受外放投资人的投资 它拿到的钱 多半是外币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美元 也就是说 它需要去开立一个外币账户 然后拿到美元 它怎么去使用这些美元呢 它需要去自己 去银行去进行结汇 拿一些证明文件 比如说 它要支付给一个律师事务所 或者会计师事务所 一笔费用 那它就要拿到这个服务合同 去银行进行结汇 所以它在使用美元的过程中 也会有一些流程的要求 这个比接受纯人民币的投资人 肯定也是会多一些程序的 多一些复杂度 在投资的主要形式上看 和境内纯境内架构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溢价增资和购买劳股 这两个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形式 但是也是一样 就算是购买劳股 流程上也会多一些 比如说你创始人卖劳股 或者境内投资人卖劳股 他们要先去开立一个资本变现账户 然后才能去收钱 所以整体来说 如果是境内架构比较 中外合资架构的投资流程 肯定是会比纯内置架构的投资流程 更复杂一点 那在主要法律的文件和事项上来看 和纯内置架构并没有实际的差别 也是投资协议 股东协议 还有公司章程 一些其他附属文件 基本上是一样的 以前在外资投资法 外商投资法实施之前 我们有三支企业法 三支企业法里面 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 就是中外合资经验企业法 根据中外合资经验企业法的规定 中外合资公司 它的公司治理架构 它的一些股东协议的要求 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 比如说以前的股东协议 必须叫合资合同 而且必须中国法管辖 中国法院管辖 这些都是一些硬性的要求 但是现在因为 外商投资法实施了 原外资三法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这些要求都不太适用了 所以现在的流程 比如说股东协议 现在已经不需要去商委去批准了 也不需要去备案了 现在流程整体来说 还是放松了很多 说完了境内的架构 我们再来看一下境外的架构 境外的架构 一个是乌菲外商独资的红筹架构 外商独资的红筹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 最重要的一点 融资主体 以及将来你上市的主体 变成了开漫公司 原来是一家境内的企业 现在变成了一家开漫的公司 那么这个开漫公司以后 就是你回去不停地拿投资人的投资 以及将来在美国 在香港上市的主体 在开漫公司层面 创始人会去做三十七号文 会通过设立自己的一家 百分之百拥有的全资的BY公司 投资持股与开漫公司 然后其他的投资人 包括人民币投资人 或者美元投资人 他们会把自己的钱投到开漫公司 去认购开漫公司的股份 成为开漫公司的股东 开漫公司通常来说 它会去基于税务的筹划 或者基于一些行政管理上的方面 他们会去设立一家香港公司 香港公司会新设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我们叫UFI 或者说它去把原来的境内的运营公司 把收购过来 变成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这个一整套流程走下来完成以后 这是我们典型的UFI架构的红筹模式 UFI架构的红筹模式 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行业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境内的运营公司 它是被百分之百香港公司给控制的 所以这种模式 只适用于对于外资投资 是没有限制的行业 只有这种行业才会适用 UFI架构的红筹架构 那么什么样的行业 是比较多的用UFI架构的红筹模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早期的时候 房地产企业如果要去香港上市 基本上统一采用的都是UFI这种架构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可能是 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消费类的行业 或者说医疗类行业 这些行业呢 通常都没有明确的外资限制 或者外资禁止 所以采用UFI架构的红筹模式 也比较多一些 UFI架构的红筹模式呢 他们主要的法律文件有那些呢 在融资的时候 他们通常也是有几个重要的文件 第一个就是 我们叫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类似于国内的投资协议 然后有Share Holders Agreement 也就是国内的股东协议 另外一个呢 它也有开办公司的章程 Memorandums and Articles 这个也就是 类似于国内的工商注册的章程 另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协议 比如说董事赔偿协议 还有这个管理权协议 这些协议都是境外交易文件里面 会经常出现的 但是在境内交易文件里面 不是会经常出现的 但整体来讲 他们的权利义务和国内的文件呢 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因为交易惯例的问题 或者说一些境外法育的要求 这些条款呢 通常来讲境外的文件 会比境内的文件会更复杂一点 程序会写得更细一些 这是一些特点 如果这个境内 如果境内公司呢 需要做一些重组 那可能境内也会有一些 比如设立文件啊 或者说境内的公司的重组文件 这个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红筹架构 还有第二种模式 也就是VIE架构 我们通常听到也叫VIE 或者说协议控制的架构模式吧 这种架构呢 最早是用在新浪这个公司 所以呢 有时候也称为新浪模式 所谓的这个红筹架构和VIE架构 所谓的VIE架构有什么区别呢 所谓的VIE 或者协议控制的红筹架构 它具体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境外这个层面 它基本上是和 我们刚才说的 WUFI的红筹架构 没有多大区别的 首先这个融资主体 和将来你上市的主体 是一个开卖公司 开卖公司上面呢 会有各种各样的股东 这个股东包括创始人 以及他设立的SPV 另外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投资人 当然有时候也会设期权持 这个是跟 WUFI的红筹架构没有区别的 然后开卖公司底下也是一样 会设立一个香港公司 这个香港公司 通常会设立一个WUFI 这个WUFI呢 就会做一些外资非受限的业务 这一串的层面 都是和我们刚才介绍的 第一种形式 WUFI的红筹架构 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就在于 左边的这一块公司架构 也就是我们这里存在的 另外一个公司实体 叫VE公司 这个VE公司 我们看到 它是一个纯内资的企业 它的股东是谁呢 通常就是创始人 或者说一些高管 当然如果早期的企业 它设置了股权池 它可能会有个员工吃过平台 这个都是可能会出现的 但是一般来讲 VE公司登记在 境内工商的股东 通常和境外的投资人 和股东是不太一样的 通常就是一些 纯正的中国籍的自然人 这个VE公司 它用来做什么呢 它通常就是用来经营 外资受限的业务 那么为什么说 它也是属于 集团公司的一部分呢 这是因为VE公司的股东 虽然他们登记在 公司上的股东名册上面 公司上的记载资料上面 但是呢 他们只是名义上的股东 他们并不享有真正的股东权利 所有的股东权利 他们会通过 与WUFI签署一系列的 我们叫控制协议 也叫VIE协议 通过签署这个协议的形式 把他们所享有的 VIE公司的所有百分之百的股权 及所有的股东权利 都让度给WUFI 从而实现开办公司 可以通过 这个VIE协议 间接的控制百分之百 VIE公司的股权 以及所对应的股东权利的 目的和效果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并表 所以从整个的结构图上来看 这个VIE公司 通常也会被认定为 开办公司的一个 百分之百的全自制公司 那VIE架构的主要法律文件 其实在境外 它和WUFI的红筹架构 基本上是一样的 包括股权购买协议 包括股东协议 包括开办公司的章程 这些条款和文件 基本上没有带实质性的差别 境内的文件里面 设立文件和重组文件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它们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在境内的文件里面 会多了一套 VIE控制协议 这个VIE控制协议 经过了我们现在 二十多年的发展 在整个法律服务市上 不停地打磨 不停地研究的情况下 其实这已经非常 非常标准的一套文件了 这个文件通常会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独家业务合作协议 所谓的独家业务合作协议 是指WUFI和VIE公司签署的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 VIE公司可能需要 接受WUFI的独家服务 然后把大部分的收入和收益 给转移到WUFI层面 这个是独家业务合作协议 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然后第二个就是独家购买权协议 独家购买权协议的内容是指 在一定的情况下 WUFI有权 以人民币一块钱 或者法律最低的价格 去购买VIE公司 在工商登记的股东 所持有的百分之百的 VIE公司的股权 这个是独家购买权协议的 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个叫贷款协议 贷款协议也不是在 每一个的VIE架构里面 都会出现 但是如果它出现 它基本上指的意思是 WUFI会向VIE公司的 名义股东支付一笔贷款 这笔贷款用来干什么呢 通常就是用于 他们向VIE公司进行增资 认购VIE公司的注册资本 让VIE公司有一定的启动资金 只要是完成了 这个增资的行为 他们对于WUFI的借款 就视为完成了 这个通常是贷款协议的内容 第四个呢 就是股权质押协议 那股权质押协议的内容 是说 VIE公司的股东 他把他所持有的 百分之百的 VIE公司的股权 都质押给WUFI 这个作用呢 就是为了让 整个的交易得到保证 因为VIE公司的股东 不会随意的把这个股份 给转给 给其他的第三方 第五个呢 是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是说VIE的股东们 要把他们的投票权啊 表决权啊 都委托给WUFI来行事 或者WUFI指定的来行事 最后呢 是配偶同意函 配偶同意函是 如果说你的VIE公司的股东 是一个中国的自然人 而且你已经已婚 那么就一般会需要 这个创始人的配偶 去签一份这个配偶同意函 同意创始人去签署 这一整套的VIE协议 因为本质上 如果不签这套协议 VIE公司的股权呢 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怎么处置 也是要经过他同意的 所以这是整个的 VIE公司协议的内容 和基本的一些 文件的模板的要求吧 我们看完了 这个不同的架构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有精锐的架构 有精华的架构 然后每个架构下呢 又有不同的这个模式 那些境内架构和境外架构 其实最重要的区别 就在于他们将来啊 要上市的这个 要上市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红筹架构最早出现了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对于一些 创业企业来说 他们早期呢 可能经营状况 没有那么的好 可能没有那么早的盈利 存在亏损 但是在很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里面 在A股上市 对于上市企业的 这个盈利 是有明确的要求的 就是任何一个企业 到我们这个 这个A股来上市 不管是哪个板块 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 以前没有客装板 不管在哪个板块上市 都需要去满足盈利的要求 但是呢 很多创业公司 尤其是TMD行业的创业公司 他们是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是不会盈利的 但是 这并不代表着 他们不被资本市场认可 他们就算上了市 也同样有很多的 这个投资人会去追逐 会去购买他们的股票 所以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呢 他们会去境外上市 所以可见 境内的上市 通常来讲 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 目前的这个环境下 我们来看一下 境内不同板块 上市的一个 大概的要求 可以看到 主板和中小板 当然现在中小板 已经和主板合并了 他们的要求呢 是最严格的 他们现在还是仍然要求盈利 他们要求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利润均为证数 累计超过3000万元 然后呢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进额累计大于5000万元 或者营业收入 累计大于3亿元 且最近一期末 不存在 为弥补亏损 所以主板和中小板 当然现在就是主板了 他们的要求 一直以来都是最严格的 目前呢 他们也是最严格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 创业板和科创板 这两年呢 都放松了 对盈利的要求 在注册之下 财务指标 比如说创业板 它有经历为人的要求 它也有市值的要求 或者是 它有这个市值 加营业收入的要求 只要满足 三个财务指标之一 它不是说 一定要满足 盈利的那个目标 它也可能 只要满足市值 再加上营业收入 那个目标 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要盈利 那科创板呢 它的这个指标 会更 财务指标会更多 它是最早提出 允许为盈利 也允许存在 累积为民物亏损的 上市的这么一个 经理板块 有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一些医疗的 医疗器械 或者医疗类的项目 在科创板上市 而且估值都取得了 很 就是不错的成绩 我们看在市场上 市值都非常高 但是呢 它们在上市的时候 确实也是未盈利的 所以这也是 这个科创板 带来的最重要的 一个变化之一 就是未盈利的企业 科创型的企业 可以在国内的A股上市 它们有五套指标 对吧 第一套是市值加 经利润的指标 第二套呢 是市值加营业收入 加研发投入的指标 第三套呢 是市值加营业收入 加现金流的指标 第四套呢 市值加营业收入的指标 第五套呢 是市值加业务的指标 这里面的五套指标 你只要满足任何一套 理论上 你都符合了科创板 上市的要求 所以这个上市的 这个可能性 还是大大增加了的 那境内上市 我们一般说 它的这个审核力度 一般是最重的 相对于港股和美股来说 你可以简单的 把它理解为 从上市的 严格的要求程度来看 A股永远是最严格的 不管是核查 还是各种上市的条件 其次是港股 港股是对合规性 也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相比于A股来说呢 它会稍微弱一些 那最松的要求呢 上市要求的 适用的地方呢 就是美股 因为美股 它强调的是一个 充分的披露值 注册值 只要你把你的风险 披露出来 没有一个说绝对的指标 所以你就不能上市 或者说这个 禁止上市的 所以它的要求是最低的 那我们看一下 境内上市 我们都说它的要求很高 我们可以从一个 事件里面看一看 科创办的 一般的这个审核力度 这是科创办的 一个上市案例 19年上市的 我们叫博瑞医药 已经上市了 它是一家 研发驱动型的 高科技的制药公司 致力于研发 及生产原创性的新药 或者高方 高端的仿制药 搜索行业 是医药的制造业 这个公司 在上市的过程中呢 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这是因为 中介机构 在进行核查的时候 发现创始人 公司的这个实际公司人 他的个人账户上 有巨额的支出 一查有3000多万元的 这个个人支出 这个金额非常大 那中介机构 包括交易所就会问 你个人这么大的这个支出 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不是有跟创业 是公司 或者公司的供应商 或者上下游之间 有什么不正常的交易 然后呢 时空人就实际交代说 我这个费用呢 其实不是跟业务相关的 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个人资产 然后用于个人的爱好 什么爱好呢 就是我买了很多的警力 这个就引起了监管的关注 商交所就专门就这个事情 问询中介机构 说请中介机构测算一下 实际控制人 去大概去买这些 收购警力的市场价值 发表一下意见 发表什么意见呢 它就需要你去证明一下 通过各种各样的依据证明 这个支出是合理的 没有任何的猫腻存在 那保监机构 当然也做了很多的 既然是交易所去问了 所以它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 它现场的实地核杀和访谈 像时空人进行访谈 然后帮过渔场的 这个养殖人员访谈 去这个购买的现场 去看各种各样的 警力的数量 并拍摄照片 然后主要的支出对象 这个卖方 输作一条 一个卖鱼的公司 也进行了访谈 同时呢 它也对这个支付的背景 包括支付的名系 甚至说 我这个警力 为什么值这么多钱 这是因为它以前获过奖 也要去看这个获奖的证明 是不是真的 以及市场上 同等类似的警力 它大概的价格 是什么样的确认 然后呢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说这些警力 确实值这么多钱 创始人花了这么多钱 那就是市场价值 这是一个正常的支出 没有任何的贸力 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件 里面看出 当然这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 比较有趣的社会新闻 但是从侧面也反映出了 从A股的上市角度 它是要 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 它是需要 去查清楚 每一笔支出 每一个交易的真实性 公允性 这个可能是港股和美股 都不能笔及的 一个审核的尺度 这也反映出了 我国的监管机关 对于上市公司的 要求严格 也是对于 我们的公众股东的 一些非常好的保护 那境外的上市的角度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年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对比表 这两年 除了红筹模式以外 红筹模式 当然就是 像我刚才说的 主要是为了在港股 或者是美股去上市 它是一个 境外设立的企业 开办公司 在境外去上市 这种是最常见的 去境外上市的 一种交易模式 通常来讲 这个上市主题 是个境外的主题 所以它也不需要获得中国证件会的批准 它需要搭建个红筹架构 基本上上市完以后 像美股和港股都是180天 基本上市场上是180天的锁定期 锁定期过完以后就可以全流通了 这是最常见的红筹架构 去境外上市的一些要求和条件 在红筹架构之外 如果还要想去境外上市 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就是通常说的H股模式 所谓H股模式 它的基本概念是说 一家中国设立的企业 以中国企业的名义 直接去向香港联交所申请挂牌 在香港联交所去发行股票 给境外的公众股东 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H股模式 H股模式 首先它是因为是一个境内的企业 去境外去发行 所以它除了要获得 香港联交所的批准 上市批准以外 在那个之前 它还需要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这个证监会的批准 我们在业务中经常俗称叫大路条 只有拿到了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这是一个前置条件 你才能申请去向香港联交所 申请挂牌发行股票 上市前一般也不一定需要重组 因为它可以以境内股公司的身份 直接去境外上市 所以它也不需要去搭建红筹架构 当然在我们再回到这一页 当然在这之前 H股在整个市场上用的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除了它可能监管上 审批流程会多一些 它需要去拿 这年会拿一个大路条 对吧 一个审批 这个流程可能会更难一点 也会更 时间会更久一点 但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之前一直存在 就是存量股份 在H股上市以后 在境外上市是不能流通的 所谓存量股份 是指上市以前的内子股 内子股东而言 他们在境外是不能上市的 那这对于创始人来说 对于原来境内的投资人来说 H股上市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 因为它并不能推出 但是随着我们整个监管 证监会的审批力度 变得越来越松 对于这方面 全流通时代 我们叫全流通时代 越来越到来了 17年的时候 证监会就开启了 H股上市公司 全流通的试点 之后在19年的11月份 证监会发布了一个指引 全流通的指引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全面推出了 H股全流通的证证 成熟一家 推出一家 所以我们看到从20年以后 民营企业去申请全流通 申请H股上市的案例 越来越多 我们刚才说的 都是去境外上市 其实对于红筹企业来说 还有一些别的选择 红筹企业以前 在这两年之前 其实如果你已经搭建了 一个红筹架构 你用一个开卖公司去融资 基本上你的选择就只有一个 就是去钢股或者是美股上市 这个都是之前固定的一个模式 但是随着中国整个政权市场的方开 随着整个中国证监会的制度的方开 我们红筹企业又多了另外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就是来到境内去上市 什么叫红筹企业境内上市 意味着就是 我虽然搭了一个红筹架构 我这个融资主体是一个境外的开卖主体 但是我现在也可以选择把开卖公司 申请到境内的A股 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科创版和创业版 进行申请上市 这个也是最近这两年才刚刚出现的一种新形 新现象 红筹企业保留红筹架构 在境内上市呢 有两种模式 两种模式 基本上第一种呢 就发行股票的这个模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境外的这个发行人指的 就是我们红筹架构里面 通常指的开卖公司 那开卖公司 它的股东是境外的 比如说有创始人 有BY公司 有境外的美元基金 那有其他的存产股东 同时呢 它直接向境内的公司 公众股东发行股票 比如像我们家的散户 发行股票 这样呢 就会变成一个开卖公司 上面的股东名册上面 会登记一些公众 境内的公众股东 这是一个典型呢 境内红筹企业呢 在发行股票 在境内上市的一个模式 还有一种模式呢 叫CDR 就是红筹企业 发行CDR模式 在境内上市 这个就类似于 我们原来经常会看到的 红筹架构 比如说一个开卖公司 去美国上市 它通常呢 都不是直接去发行股票的 它通常都是在 发给美国的公众股东 会发什么呢 他们叫ADR 发一个ADR ADR对应的 可能基础证券 是开卖公司的股份 然后比如说 一个开卖公司的 一股开卖公司的股份 换成10个 这个ADR 然后在境外上市 这个就是一个常见的 在美国纳什达克 或者美国联教所上市的一种形式 反过来呢 我们在中国境内 也是目前也有这种 可能性存在 比如说一个开卖公司 它把它的一些基础性的股票 交付给境外的托管人 然后呢 委托托管人 这个由存托人 由境内的存托人 这个作为民意股东 登记在 通常是找一个银行 登记在基础证券发行的股东名册上面 比如说我发行了这个100万股 这100万股登记在谁的名下呢 登记在境内的这个存托人的名下 然后这个存托人 基于这100万的 这个开卖公司的股票 发行了 比如100万股的CDR 给他境内的公众股东 也就是说 CDR的持有人 也就是说像我们家的散户呢 他买了的股票 他不是买的是 对应的这个股票呢 是存托人发行的CDR 他不是证券 这个开卖公司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基础股票 所以这也是一些技术生产的差别 那么 这两种模式呢 其实本质上 都是境外企业到境内来上市 只是技术处理上的不同而已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两种模式 运用的比较多的呢 是运用的不同的行业里面 不同的这个 这个公司架构方面 比如说 我们现在常见到的是 如果采用发行股票模式架构 在境内上市的红筹企业 多半是我们刚才说的 无非架构的 无非模式的红筹架构 公司本身没有任何外资净制 或者限制的行业 没有VIE架构 另外一个呢 如果是采用 CDR模式架构 在境内去上市的红筹企业 基本上就是VIE架构 这个是有一些行业监管的原因 造成的 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 用CDR模式去发行股票的呢 基本上只有 这个 9号机器人这一家 另外的呢 像华人微电子 这是第一家 也是最典型的 发行股票模式 在境内上市的红筹企业 这个也就是印证了 我们刚才说的 因为各种各样的监管的原因 或者是行业背景的原因 所以他们采用了不同的 在境内发行上市的这个模式 这个是整体的模式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架构 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上市的架构 那么我们最后来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各种架构之前 是不是可以变换的 以及如何变换 从大的原则和大的逻辑上看 我一直跟创业者说的是 架构永远都是可以变的 只是成本和时间的问题 在律师的帮助下 在会计师的帮助下 和税务工的帮助下 整个架构调整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从境内变成境外架构 还是用境外架构变成境内架构 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常见的就是 比如说我原来是一个境外架构 现在要变成一个境内架构 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拆红筹 拆红筹呢 因为它原来架构的不同 原来境外架构的不同 所以它的这个具体的要求和步骤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如果原来的红筹架构 它是采用VIE架构的这么一个模式 考虑到VIE架构的公司呢 通常有外资限制业务 所以如果是要由一个境外的VIE架构 变成一个境内架构运营呢 通常来讲 你需要引进一个境内的投资人 然后利用境内投资人的钱呢 去清退境外投资人 因为境外投资人如果在平行 落到原来的境内的VIE公司呢 会导致这个公司的一些 外资限制的牌照 或者业务就不能做了 所以通常在这种架构下 通常会把境外的投资人给清退掉去 引进一些新的纯境内的投资人 这是我们常说的柴红筹的里面的柴VIE架构 另外一种形式呢 就是如果这个公司本身 它采用的是WUFI的红筹架构 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公司本身是外资 它的业务呢 是外资允许的 鼓励的 所以只要商业上 外部的投资人 外资的投资人呢 还愿意继续留待的公司 他们是可以直接落下来 成为境内的将来的运营主体 和你上市主体的股东 那相当于平行落下来了 这种架构呢 也是比较典型的一种 另外一种平行移入境内的 拆红筹的模式 相比于这种拆红筹呢 还有一种我们叫境内架构 转成境外架构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红筹 什么叫大红筹呢 它原来是一个境外架构 这个时候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商业的原因 可能投资人原因 或者创始人原因 他们希望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境外的架构 变成一个开曼公司 为控股主体和融资主体的企业 将来呢 再去境外去港股 去美股上市 这个是整个大红筹的这个逻辑和背景 那么境内架构变为境外架构 有哪些最重要的关注点呢 首先啊 在工作层面呢 我们要去设立一家境外的持股公司 这家持股公司呢 是一家开曼公司 所以呢 一般会由创始人去做三十七号文 然后去设一个BBI公司 最后再设立这个开曼公司 就开曼公司之后去设立一个香港公司 这些工作呢 都是可以提前做起来的 在这整套设置以后 我们可能要去设一个WUFI 对吧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根据公司业务性质的不同决定 我是选择一个WUFI架构的红筹模式 还是选择一个VAE架构的红筹模式 这个要根据公司的 是不是从事负面清单里面外资限制或者禁止的业务来判断 结合上市地点的要求来判断 如果是你要做一个WUFI的项目 那么你可能需要把近年原来的运营公司 通过两步走的形式 把它给收购过来 变成香港公司百分之百的全资子公司 或者说如果你这个业务是只能是外资限制的 只能是采用VAE架构的形式来进行 那么你要把一些外资限制的业务放在VAE 外资非限制的呢 放在WUFI层面去运营 这个都是在整个的大红筹的过程中 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搭建架构的实际和选择方面 有哪些主要的考虑的因素呢 有很多考虑因素 那么我归结起来可能有几点吧 第一点就是公司所处的行业类型 对吧 就是这个行业是不是外资准入的限制 有没有外资禁止进入的这种问题 典型的就是TMT行业 如果这是一个外资禁止的行业 那如果你想要大红筹架构 那你可能大概率只能选择一个 VIE架构的红筹模式 如果你不希望引进外资 又是一个纯内 又是希望说在境内上市 那你可能只能选择一个 境内纯境内的架构 然后用纯境内架构 在将来在A股去上市 另外一个呢 可能比如说公司主推的概念 技术和发展模式 同类型的公司的价格 价格参考资本市场的估值 对吧 这些因素可能要综合考虑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跨境电商的行业 跨境电商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企业 已经在境外上市了 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也可能想更多的去 境外去上市 而不是在境内去上市 也许境外的资本市场 对这些 对这个故事可能会更认可一点 然后它的估值会更 给的更高一些 或者有一些企业在境内的估值 可能给的更高 可能更受A股市场的欢迎 这个都是你可能要 在选择价格之前 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呢 比如说公司的股东背景 也可能是需要去考虑 比如说现有股东 是不是中国国籍 是不是有国资的股东 因为我们理解 有一些国资的股东 可能要去投资 如果说你原来是一个境内架构 有一些国资的股东 如果要改成一个境外架构的话 会涉及到这些国资股东 要配合你去做ODI 去投到境外公司 成为开卖公司的股份 我们理解有一些国资的企业 或者国资的基金 在这方面呢 可能存在一些 内部程序上的批准的困难 或者说这个时间上会比较久 那这个也可能是你考虑 在某个节点选择 什么样的架构 都会有影响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政府审批 就是如果 还是我说的 如果是一个境内架构 又转成境外架构 原来就有一些境内的投资人 这些境内投资人 为了在境外持股 他就必须做一些外部的审批 这个我们通常叫ODI 这个ODI的审批 包括商委的批准 包括发改委的备案 包括外汇的备案 这些审批的程序 都是需要一些流程的 也有可能会影响你 对价格的选择 以及时机 此外呢 就是整个的重组成本 包括税务负担 第六条 因为我们在整个拆红筹 和搭红筹的过程中 都需要考虑到几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个呢 就是税务的问题 因为你在打红筹的过程中 或者拆红筹的过程中 很可能涉及到需要股权转让 涉及到减资 这些步骤呢 都会涉及到 你退出的投资人 或者转股的投资人 可能会有一些税务的负担 这个负担作为一个重组成本 大概率的情况下 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所以这个负担要越少越好 这个也是影响你去进行架构的选择 架构的搭建 以及这个时机 都是有比较重要的影响的 另外呢 就是融资的时间表 也是需要去重点考虑的 因为我们在搭建的架构的过程中 通常也多半是会和公司新的一轮融资 去结合的 那因为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打一个 打一个这个新的架构 或者是改变一个架构 通常都是和你的新融资 去挂钩的 比如说你原来是个人民币架构 那你这次为什么要去 搭一个红筹架构呢 可能就是因为新的投资人 会是美元 你希望拿了美元 所以呢 也说需要结合这一轮新的投资 去考虑整个的交易步骤 这个时间是不是要推 是不是要加快 然后呢 这个用最快的速度 完成架构的搭建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是不是需要给到投资人 让他们先把钱投进来 配合我们的这个整个重组 去进行一些重组 进行一些优化 这些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然后第七第八和第九呢 和我们刚才提到第一个问题 资本市场的估值啊 偏好啊 可能都是相关的 这个上市地 我如果是一个医药研发的项目 我可能在前期的很多年里面 我是没有盈利的 那么我是选择在A股市上市好 在扣装板上市好 还是在这个香港上市好 或者在美国上市好 这个都是可能要去考虑的因素 投资人的喜好和要求也很重要 因为有些投资人 他投到你的公司 他可能就希望在今晚去推出 他不希望在境内推出 或者说他觉得更看好A股市场 他就希望你去A股上市 这个都是有不同的投资人 有不同的需求 我们需要在和接受某个投资人的 这个投资之前呢 跟他进行重复的沟通 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 大家一起来进行最适合自己企业的一些选择 这些都需要综合来看 以上呢 就是我对整个交易流程 以及咱们关于公司的架构 投资人选择方面的一些分享和这个观点吧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加我的微信或者与我沟通 我们多多沟通 今天我的分享呢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本次知识网系列课 我是汉坤律师